各位坐着三轮车的人名叫江烈阳 此时正在跟电话那头的兄弟追牛说 自己去细腻留学了 奈何着三轮车的声音太大 江烈阳只能撒谎称是自己刚改的新车 为了不让人发现端倪 只能匆匆挂了电话 就在这时 自家老爸发来的消息 先是给他转了一万块钱 随后又附上一段话 你妈送你去乡下改造 我拦不住 这是老父亲的私房钱 收到误会 不要让你母亲大人发卷 江烈阳无奈符合 不就是弄没了留学的生活费吗 居然连改造这么严重的词都用上了 就在他思考之后 该怎么办的时候 前面开三轮的师傅 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车 江烈阳回头怒道 大哥 你怎么开的车啊 而那人只是回头面无表情地问了句 你没事吧 江烈阳更加生气 你说呢 老子差点飞出 话还没说完就被那人打断 没事就别磨叽 他说完就下车来到车前 蹲下身 轻轻将一只小黄鸭托起 放到马路对面 江烈阳看着周围的环境 心里越发焦躁 脑袋里已经开始脑补 自己猪肉鱼的房子 睡臭红红的猪圈 或者是顶着大太阳去田里干活的场景 不会是要这样改造我吧 好可怕 我怎么有这么狠心的妈呀 不过很快 他就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随后他转头询问师傅的名字 得知那人叫寻早后 又开始带着人问东问西 你们村里通往了吗 快递能收到吗 有洗澡的地方吗 不过以后都做这个吧 寻早被他问烦了 你可真是个碎嘴子 比我奶都能摸到 江烈阳一听刚想发火 但寻早没给他这个机会 守在车把上用力一拧 直接搜的一下 三轮车驶过的地方尘土飞扬 江烈阳一惊 靠 这破三轮能开这么快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前面的寻早嘴角露出了一抹不可察觉的微笑 三轮车坐久了 江烈阳感觉一阵头晕 赶紧喊道 停车 快停车 寻早有点不耐烦 又咋了 但还是乖乖把车停下 他下车看了眼江烈阳 就知道他晕车了 于是在后座的货堆里到处翻转 最后 他将黑色塑料袋挂在了江烈阳的耳朵上 行了 吐吧 别吐我车上熬 有味 说完就继续开着三轮车急迟而去 江烈阳边骂边吐 你还是不是人 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 江烈阳整个人都淹了 不过在看到眼前 这栋房子后 又来了些许精神 我本是无成阳少 朋友欺骗我 母亲抛弃我 为我午时 倾听我的回家大计 接上集 江烈阳跟着寻早进屋 寻早淡淡道 东屋是你的房间 然而江烈阳分不清东南西北 凭感觉走进了一个房间 干干净净看起来不错 可寻早出现在身后 这是我屋 你房间在哪 江烈阳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 跟寻早干净的房间完全不同 这间屋子花花绿绿的 跟老年人的屋子差不多 江烈阳猛了 这是同一个家吗 寻早此时走到他身后 喝水吗 自己道 江烈阳表示自己 只喝矿泉水 寻早告诉他 超市的位置后就离开了 江烈阳一屁股坐在床上 此时也没心情去管 这床硬不硬了 他打开手机 点开了自己母亲的聊天页面 可自己早已被拉黑 他又点开了一个朋友的聊天页面 半年前 这人问自己借钱 江烈阳想也不想 就将自己留学用的生活费 转给了他 谁知半年后 再去问就发现自己 被拉黑了 他默默按灭了手机 这房间怎么这么热 还有这么多蚊子 最后还是决定先去买水 回去的路上 江烈阳再次怀疑人生 这超市也太难找了 又破又小的 寻早见他回来了 眼尖地看到江烈阳脖子上的蚊子包 但他也没说什么 只是让他过来吃饭 江烈阳看着桌上的粗茶淡饭 只觉得嫌弃 这傻啊 我家狗吃的都比这好 于是扛着水就走 我才不吃这些 连个肉都没有 我自己点外卖去了 寻早也无所谓 那感情好 随后他也端着往回屋了 谁知才刚坐下 手机就响起消息提示音 眼开一看 发现是江烈阳的母亲 对方得知 他们已经到家了 江母也就放心了 但江烈阳是被自己骗去的 肯定会有些脾气 所以希望寻早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随后又转了一万块钱给他 但寻早没有收 阿姨 照顾小江弟弟 是我应该做的 怎么能收您的钱呢 发完消息后 他按面手机 嘴角忍不住上扬 似乎对于江烈阳的到来感到高兴 吃完饭 寻早提着电风扇 来到江烈阳的房间 别怪我没提醒你 这点不着外卖 江烈阳还在嘴硬 哦 我不饿 而外卖软件也显示 附近无配送商家 寻早继续说道 还有你刚才去的超市 晚上七点关门 你要是 话还没说完就给江烈阳打断 我说我不饿 但是肚子 还是发出了咕噜噜的声音 表示抗议 寻早也扑式笑出了声 随后又将一只药 高扔在桌上 江烈阳不明所以 干嘛 寻早也不多说废话 简单解释是图文字包的 他又帮江烈阳插上电源 将风扇对准了他 还热吗 睡觉前记得关了 江烈阳看着他脸不自觉的红了 你 你家怎么连空调都没有 天晚上 由于没吃晚饭 江烈阳的肚子一直在抗议 最后实在受不了 只能偷偷摸摸跑到厨房找吃的 结果东翻翻西找找 发现啥也没有 这厨房比我脸都干净 就在这时 江烈阳听到了寻早的声音 咦 这钱我真受不了 江烈阳疑惑的走了过去 接着就听到了自己母亲的声音 小早 我们把他送过去 本来就是给你添麻烦 我怎么能让你再花钱呢 再说 小杨冒冒失事的万一闯祸了呢 你就当备用金吧 寻早实在拗不过他 只能收下这笔钱 又寒暄了几句 并挂了电话 江烈阳趁机跑到寻早身后喊道 好你个寻早 偷偷说我妈的钱 不告诉我是吧 而寻早只是淡定地点了根烟 那钱也不是给我的 我只是带为保管而已 见此 江烈阳起了歪心思 既然这钱你也不用 那不如先给我 反正我妈给你钱 也是给我用的 寻早责了一声 这么大的少爷 多里一个的都没有 还管我要钱 江烈阳顿时急了 放屁 我妈很心不给我钱 还有我爸呢 我怎么可能没钱 寻早不信 你就吹吧 你爸还敢背着你妈 偷偷给你钱 见他不信 江烈阳从兜里掏出手机 翻到了转账记录 看到没 我爸给我转了一万块钱 见他上当 寻早拿出手机 咔嚓就是一顿拍 江烈阳没反应过来 干嘛 寻早淡淡的 你说 你妈要是知道 你爹偷着给你钱 你爹以后还能有私房钱给你 江烈阳这才知道自己中计了 刚想破口大骂 却被寻早打断 只见他丢了副手套给江烈阳 去把柴火躲着马上 江烈阳想也不想直接拒绝 我干嘛要听你的 寻早也无所谓 默默拿出手机 哦 那还是给阿姨发个消息吧 出于他的淫威下 江烈阳只能照做 江烈阳走到门口 就把手套丢了 这手套比我鞋底多套 这一座 等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才收工 随后江烈阳将手中的木棍随手一丢 只听轰的一声 刚搭好的柴火全倒了 江烈阳欺负打一出来 几根破树枝也欺负我是吧 刚想捡起来 结果手指就被扎破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少爷 哪受过这气 他狠狠踹了树枝一脚 老子忍不了了 没过多久 江烈阳就收拾好心里出门 这破地方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我就不信 我还会不去家了 结果想搭个顺风车 就处处碰壁 似乎都认得他是寻找家的 都不肯带他 江烈阳憋着一口气出不来 大不了走着去 他先看了看导航 步行大约四小时 又看了看西边即将落下的太阳 心想 还没我通关塞尔达的时间久 出发 上集说到 江烈阳打算步行去火车站 不知走了多久 天渐渐暗了下来 江烈阳打开手电筒 在心里安慰自己 以前大半夜我都在外面吃夜宵呢 怕个屁嘞 不过这里昼夜温差大 他决定还是先找件外套穿上 就在这时 旁边的草丛里 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江烈阳寻着声音望过去 突然一双闪着光的眼睛 出现在苞米地里 另一边 寻找在回家的路上 遇到有人吵架 询问后才得知 是家里的猪跑了 他先安慰了两人 接着去监控室里查看监控 不看不知道 这一看 居然发现了江烈阳的身影 镜头一转 江烈阳被吓得瘫倒在地 什么东西 不会是老虎吧 他脑袋里 已经挠不到自己 被老虎吃的场景 就在江烈阳以为自己 即将命丧虎口的时候 一只猪 缓缓从草丛里走了出来 江烈阳猛了 猪 就在江烈阳放下心的时候 只见这只猪 在原地拱着叶子 随后在江烈阳 惊讶的目光中躺下 猪而已 没什么好怕的 江烈阳一边在心里想着 一边继续找外套 然而就在他找到外套 打算披上时 这只猪突然抬头 用不灵不灵的眼睛 看着他 然后又往旁边挪了挪 江烈阳震惊 你这热情的眼神 是什么意思啊 他起身看了看 黑漆漆的周围 默默咽了口口水 嗯 我可不是害怕 我就是走累了休息一下下 随后他悄悄 走到猪旁边坐下 确定他不会伤害自己 后才放下心 他在心里由衷地发出感叹 竟然这么暖和 和我的床一样 又软又暖和 想到这里 江烈阳把头埋进臂弯里 心里的委屈 似乎一下子都涌了上来 他眼中蓄满泪水 好想回家 好想吃妈妈 做的红烧肉 江烈阳就这样 靠着猪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 身边再次传来声响 还伴随着强烈的灯光 刺得他一时间睁不开眼 谁啊 等他适应了光线抬头看去 一张熟悉的脸 出现在面前 赫然是寻早 寻早提着手电筒 终于找到了一人一猪 江烈阳有点惊讶 你 是特地来找我的 结果还没来得及感动 寻早就朝后面喊道 大哥 嫂子 猪找着了 接着就走出来俩人 我就说 小早靠谱 跨人的话还没说完 就注意到前面的江烈阳 孩子 这大晚上的 你咋一个人搁地里了 见寻早在一旁 用看好戏的眼神看着他 江烈阳连忙解释道 我 我刚来这里 想看看景色 俩老虽然觉得奇怪 但也没多问 这地头子 有啥好看的 不过多亏有你看着猪 还有小早查监控 不然这猪要是 跑了我俩年都过不好 随后 又招呼江烈阳和寻早 改天去家里吃饭 寻早和他们寒暄了几句后 就直接离开了 那行 大哥 嫂子 我就先走了 江烈阳见状急忙 拉着鞋利箱跟上去 等等我啊 寻早拿着手电筒走在前面 江烈阳跟在后面心想 刚才还没这么黑的 这鬼地方 怎么连个路灯都没有 就在这时 寻早手上的手电筒闪了几下 灯就熄灭了 江烈阳心里的恐惧感被放大 他迫切地 想追上前面的寻早 结果一个不小心 直接摔了个狗吃屎 他狼狈地抬起头 对上了寻早运动的眼神 终于发现自己 居然把人家的裤子给扯掉了 但他丝毫没觉得尴尬 反而问道 这么早就穿上秋裤了 寻早不想回答他这个问题 转头就走 赶紧起来 江烈阳不愿 你真是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都不肯服我一下 寻早毫不客气地回本 你小孩子 江烈阳气鼓了脸 哼 我算看清了 你就是个惊惊计较的奇葩 寻早无语 你把我家弄得乱七八糟之后 就提香跑路 咱俩谁奇葩 江烈阳听后更加生气 开始叙炼 不就是说 你做饭像狗食吗 不就是弄倒了柴火吗 我都这么可怜了 你还要可我我 你还有没有人性 寻早委屈 你咋还倒打一耙 突然 几只鸟从江烈阳头顶擦过 发出素素的声音 江烈阳吓得尖叫着 抓紧了寻早的衣袖 寻早吃笑一声 就这件小胆 还敢一个人走夜路 江烈阳一股子将近又上来了 你放屁 我胆子才不小 我早晚会想办法回家的 文言寻早严肃地看着他 你好像还没搞清楚状况 江烈阳不理解 什么意思 寻早解释道 你妈是把你送来改造的 你现在回去 你妈是不是更生气 万一下次 把你送到更差的地方呢 江烈阳一听觉得有道理 寻早见计划有效 于是继续说道 所以 你没必要跟我处绝恨丧的 要不是阿姨把你托付给我 我巴不得 你赶紧走 关键是 现在你妈只通过联绣 知道你的情况 也就是说 我怎么跟你妈汇报 才是最重要的 江烈阳还是不理解 我知道 那又怎样 寻早轻轻勾穿一笑 从兜里掏出打火机 我 你嘴里的奇葩 是你能回家的唯一希望 他一边说着 一边点燃打火机 所以 你得先让我满意 懂吗 沟通完后 两人继续走回家 江烈阳在后面气鼓鼓 但也觉得寻早说的对 结果刚到家 就看到一个小孩子 在整理白天被弄到的柴火 这小孩听到声音 转过脑袋卡着过来 见是寻早来了 赶紧从比自己高一大半的梯子上 跳下来 接着急急忙忙扑到寻早怀里 兴奋的喊道 小早哥 你回来了 你家柴火垛 怎么他的烂马气糟的 家里进野猪了 你家的柴火垛 怎么他的烂马气糟的 被野猪拱了 被无知小孩内寒城野猪的江烈阳 心里很是不爽 而小孩也终于注意到 旁边的江烈阳 是彩色头发的小魔仙哥哥 这个称呼 让江烈阳眼前一黑 你谁啊 寻早简单介绍到 邻居家的孩子 小家宝 江烈阳觉得奇怪 这么晚了 邻居家小孩子们 在你家里干活 寻早一边喂蛾一边回答 白天他很忙 小家宝也掰着指头细数 是啊 现在山上全是真魔 我一大早就去摘了 不然抢不到呢 摘了好大一箩筐 跟苍买婶婶 一起去镇上卖了 回来之后 我爹又行我去卖酒瓶 江烈阳的注意点在镇上 御师压低声音问道 小朋友 你过来 哥哥问你 你平时怎么去镇上的 可是小家宝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只见他皱着脸捂住了鼻子 小魔仙哥哥 你身上怎么这么大的诸位 江烈阳还不信 真的假的 此时 寻早也捂着鼻子走了过来 真的 老大玩儿 江烈阳的注意力 被成功转移 一六一二往浴室跑去 寻早提醒他浴室 在北边后 蹲下身 将钱塞给小家宝 给你的辛苦费 拿着吧 还没走远的江烈阳 自然听到了这些 还给辛苦费 这小姑娘 难道是同工 这地方真奇怪 江烈阳洗完澡 就探倒在床上 他掏出手机 给老父亲发了消息 明天我想办法坐车去镇上 然后打车去市 大概晚上到无城 老爸你接应我一下 我在你公司躲几天 信息才刚发出去 下一秒就接到了 来自父亲的电话 你这小崽子是要坑死我 让你妈知道了 咱俩都没好下场 计划泡汤 江烈阳气的 将手机扔到一边 还没开始抱怨 就听手机传来叮咚一声 只见自家老父亲 给他转了三万块钱 还附上一句 老老实实留下来 别捣乱 别拖我下水 钱不是问题 看到这儿 江烈阳疼的从床上坐起来 随后看着余额两眼放光 有钱了 但马上又觉得不对 等等 留下来 就不得不和这个讨人厌的 奇葩住在一起 搞不好 他还会和我妈打小报告 留在此处 无视长久之计 必须想办法离开 想到后面 江烈阳感觉 CPU都要炸了 最后 还是决定先爽和再说 又过了一段时间 寻找和小家宝 一起在苍买门口吃冰棍 小家宝开口道 小早哥 你家里的小摩仙哥哥 也不像你说的那样 还乱跑呀 每次路过你家 他都在屋里玩手机 连门都不出 寻找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么消停 估摸着没别什么好辟 这老些物件 是谁家要娶新媳妇 还没来得及细想 寻找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您好 是寻先生吗 我们是村村达 这边货物地址写的你家 但留的电话打不通啊 敲门也没人 邻居把你电话给我了 赶紧回家收货吧 听到这 寻找赶紧带着小家宝回去 只见门口都被快递堆满了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又一辆卡车停在了门口 司机一来就对着寻找喊 你相信光吗 寻找一头雾水 我不相信 是谁干的好事了 忍无可忍的他 扒开挡在门口的箱子 侧身挤了进去 随后气势汹汹地 朝江烈阳的房间走去 他用力敲了敲门 但是等了好长时间 都无人应答 没办法 他只能一把拽开房门 背着脸走了进去 只见江烈阳还没注意到 事情的严重性 还用一种怪异的姿势 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寻找板着一张脸 上前一把 将他身上花里胡哨的被子 扯了下来 而江烈阳只是翻了个身 猛猛地看着他 寻找努力压下心中的怒气 一字一句问道 咋回事 一张韵露的脸 出现在江烈阳面前 只见寻找压低声音问道 咋回事 江烈阳愣了一会儿 想起自己这段时间 网购了些东西 哟 没想到快递这么快就到了 见他一副泰然自若的态度 寻找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 冷冷道 不解释一下吗 江烈阳被他的气势吓到了 缩了缩脖子 你火气别这么大好不好 我不就是 买了一点点东西吗 寻找指着地上堆积成山的快递箱子质问道 这就是你说的一点点 江烈阳看到快递就高兴地扑了上去 嘿嘿 有什么关系吗 这些都是我自费买的 我们一起用 也不需要你AA 一边说 一边迫不及待地开始拆快递 寻找看着地上的煮蛋机 酸奶机顿时无语 他又想到 已经被自己遗忘的那些电饭包们 于是上前单手撑在了江烈阳旁边 江烈阳 把你这些错案退货 立刻马上 江烈阳被他的大嗓门口的一愣 话还没说完 他脑海中就想起寻找之前的忠告 于是立刻换了副笑脸 我就是看你家里的物件也旧了 用起来不方便 我这也是为了你的生活质量着想 寻找可不想听他胡扯 伸手推开了江烈阳的脸 怒道 用不着 江烈阳吐槽道 你说归说别总是动手吗 有点包容心好不好 寻找从箱子里拿出玩具额 嫌弃地表示包容不了 他站起身 看着蹲在地上的江烈阳 一字一句道 下午之前把我家恢复原样 否则 江烈阳忍他好久了 否则怎样 这都是我的东西 你没权利退货 寻找听后 将手中的鹅扔到他头上 退货 这些好东西 当然要寄回吴城去 让你父母也享受一下 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江烈阳虽然生气 但也不敢说什么 只能在心里安安道 算你会 小爷我买点东西怎么了 我现在忍气吞声 不代表我永远忍气吞声 你给我等着 时间很快就到了下午 寻找坐门口看手机时 江烈阳从屋里走了出来 这个空调外机放墙边可以吧 寻找瞥了他一眼 我提醒你 咱们这儿不在空调包安装范围 没人给你整 江烈阳早料到了 你放心 我已经在村镇手机服务点预约了 还叫了十倍加急 只要钱到位 有任劳人员的工人干活 你和我负责享受就行 说着拨打了电话 与此同时 寻找的手机也响了起来 江烈阳疑惑地看过去 只见寻找对着手机说了句你好 自己手机里就传来了同样的声音 江烈阳当场实话 手机差点被吓掉 寻找不给他反应的时间 搂着江烈阳往屋里走 来吧 让你看看任劳任怨的工人 江烈阳倚靠在墙上 心中暗自菲薄 他应该不会去得到故意折磨我吧 比如说 故意让空调不治冷 半夜吹热风 想到这里 江烈阳上前说道 其实你可以不用做的 毕竟你又不是专业的 我取消订单就好了 寻找不跟他废话 在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掏了掏 在江烈阳疑惑的目光中 掏出了一打证书 这奇葩 怎么什么证都有 随后干脆利落的 给人当起了小弟 需要什么东西您吩咐 我就在旁边等着 可不可 要不要给您倒点水 寻找淡淡表示 别乱来就行 随后打开了江烈阳的房门 结果就在门被打开的一瞬间 铺天带地的快递箱 朝两人砸来 看着地上散落一地的快递 寻找黑着脸问道 这就是你说的 收拾好了 江烈阳赶紧补救 哎呀 我是准备收回自己房间里 接着江烈阳又是给人端茶倒水 又是给人递工具的 还很会看人眼色 见寻找转过头来看着自己 他立刻摆出一副笑脸 需要什么 寻找指了指床上的空调道 搬上来举着 我上罗斯 最后他流出心酸的泪水 任劳任怨的工人 竟是我自己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委屈 任人使欢 卑躬居膝 简直就是奴隶 空调终于安装完成 江烈阳赶紧上前给寻找捏肩 早哥辛苦了 安装费我转给您 谁知下一秒 寻找回头用一种 具有侵略性的眼神看着他 样 当天晚上 江烈阳瘫倒在快递箱里 腰好酸 这一下午又是扫地 又是拖地 又是扛垃圾的 江烈阳气愤的拿出手机 死奇葩 搞我是吧 折磨我是吧 你等着 我现在就买扫地机器人 结果看了眼余额发现 居然只剩这么点了 算了 不就是钱吗 千金难买我开心 再吵老江要就是了 一边想着 一边给老父亲发去消息 谁知消息才刚发出去 就收到了来自父亲的电话 怎么还拨电话 直接转账不就好了 结果电话里 传来了自己母亲的声音 买东西买得开心吗 享受吗 我就知道 肯定是你爸在给你当后援 江烈阳拿着手机不可置信 妈 此时 寻找正和小家宝 一起在外面干活 完全不知道屋里发生的事情 突然身后的房门 被人暴力推开 只见江烈阳怒气冲冲地看着寻找 为了不让他影响到小家宝 寻找便让小孩先回屋 等小家宝进屋后 江烈阳就开始怒吼 你这个阴险的奇葩 看我过得不爽 你就开心事吧 亏我还打算和你和平共处的 你这个卑劣的奇葩 根本不配 莫名其妙 被人骂一通的寻找只觉得无语 你发什么疯 江烈阳还在持续输出 你干了什么 你心里清楚 我上午刚到的快递 下午我妈就全知道了 听到这寻找觉得好笑 所以 你现在是被你妈没收了所有财产 小金库被清空吗 被猜中的江烈阳瞬间破防 指着寻找的鼻子说道 对 你的目的达到了 满意了 我妈到底给你多少钱 能让你这种奇葩 像个狗腿子一样打小报告 后面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手腕就被寻找一把握住 只见他冷冷道 弟弟 你说这话可没良心 你怎么就认定是我告发的你 再随便发疯乱咬 我可没义务人你 最后几个字 寻找是咬牙切齿说出来的 但江烈阳此时气上头根本不怕 别装了 这家里就我们两个人 一边说一边狠狠甩开了寻找的手 不是你难道是小家宝吗 听到有人叫自己 小家宝从屋里走了出来 小早哥 你们果然是在吵架 寻找赶紧换上笑脸 哪有啊 我俩哥这商量 把纸壳子卖了呢 说着还朝江烈阳笑了笑 对吧 江烈阳下意识就想反驳 却被寻找打断 只见他凑到江烈阳耳边低声道 咱俩的是咱俩说 别吓着小孩 只可惜 小家宝早看出来了 别装了 一看就是吵架了 有什么事 不能好好说啊 吵架多幼稚 说完还转过身 学着老大爷的样子叹了口气 江烈阳震惊 他其实是 穿越到小孩子身体上的成年人吧 镜头一转 江烈阳此时身处在一片漆黑的地方 就在这时 身后被人偷袭 只见寻找整个人都压在了自己身上 他充满磁性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还想跑 温热的气体 打在江烈阳的脖子上 惹得他脸一红 随后开始不断挣扎 放开我 让我走 这破地方 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只是他的挣扎在寻找眼里不堪一击 他捏紧了江烈阳的下巴淡淡道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乖乖认命吗 梦里的寻找还没来得及进行下一步 江烈阳就猛地惊醒 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我怎么会做这种梦 呸呸呸 真会气 稍微缓和下来后 就听到屋外响起敲门声 只见小家宝端着玩走了进来 小摩仙哥哥 他反应过来后问道 看家 小家宝继续解释 对啊 家里就剩你了 小嫂哥 天没亮就出去工作了 我也要和藏买婶婶去市里卖真魔 江烈阳的注意点在市里 心中顿时有了计划 小家宝 能不能带我一起去 小家宝一听 立刻警惕起来 哥哥 你要去市里干啥 江烈阳嘴上说是想买东西 心里想的是 一定不能说是逃跑 这小家伙 转头就会告诉寻找 当然 小家宝可不好糊弄 买啥 江烈阳想了想 哥哥要去市里 给寻找哥买礼物 赔礼道歉 谁知小家宝一眼 就看出了他的想法 小魔仙哥哥 你是不是又想跑呀 被小孩子识破计划 江烈阳感觉一阵惊讶 随即解释道 怎么会 你看我买了那么多好东西 不就是为了留下来 和寻找哥好好相处吗 但他完全不领情 总之 我是真的想和他好好相处 我想亲自挑选礼物 和他道歉 小家宝还是有点不相信 真的 大人可不能骗小孩啊 在江烈阳如此诚恳的操作下 小家宝还是决定相信他 那好吧 但今天不行 苍满沈沈家的货车上 没位置了 不过 哥哥别着急 我会想办法帮你的 时间很快就到了下午 寻找处理完工作 就准备回家 就在这时 苍满沈沈给他打来了电话 寻找一边接起电话 一边点了根烟 结果电话刚接通 就传来了沈沈激动的声音 小早 出事了 家宝丢了 江烈阳悄悄从房间里探出脑袋 那奇葩中午也没回来 真就留我一个人在家 不会是空城记吧 不管了 这么好的机会 现在不走以后要后悔一辈子 一边这样想 一边拿着书包跑路 就在这时 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是送快递的工作人员 啊 是我买的 但我没有拒收啊 电话那头继续说 快递这边显示 昨天已经到无城了 拒收人是唐女士 江烈阳的脚步一顿 唐女士 不等他反应 快递员就挂了电话 江烈阳这才想起 那时候睡觉前不清醒 很多东西都寄到自己家去了 江烈阳又想起 昨天被自己凶的寻早 这么说的话 我好像 真的误会他了 而且 那天自己的嘴没个把门的 跟机关枪一样 说了好多过分的话 江烈阳越想越觉得愧疚 走之前 要不要向他道歉 思考了好久 还是决定不管了 逃避可耻但有用 等回家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然而还没来得及走出院子 就见寻早黑着一张脸 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 江烈阳被他的气势吓了一跳 结结巴巴道 你怎么回来了 那个 其实 我 还没想好狡辩的话 寻早就已经走到他面前了 就在江烈阳 以为他又要为难自己的时候 只见他猛地逼近自己 大声问道 家宝回来过没 江烈阳猛了 没 没有啊 话音刚落 寻早就抓着江烈阳的手 往屋外走去 家宝走丢了 上车 和我一起去找人 两人先是来到警察局 一进门就看见 苍买婶婶在那边哭诉 警察同志你不知道 家宝这孩子 打小就没了吗 那个不争气的爹又是个酒鬼 他要是被拐卖了 可咋整啊 江烈阳居警地问道 婶婶 家宝走的时候 有没有说自己去哪里 警察表示 小家宝最后出现的地方 是火车站附近 婶婶这才想起 他当时说想买东西 买东西这三个字 围绕在江烈阳耳边 他顿时感到一阵心虚 下意识往后退了几步 结果踩在了寻早的鞋上 寻早抓住了他的肩说道 咋在在愣愣的 掉魂了 江烈阳在心里安慰自己 别瞎想 应该和早上的是没关系 寻早在一旁安慰婶婶 家宝可能玩过头 怕唉说 自己坐车回去了 我和小江现在去火车站 他再问问 两人马不停踢地往火车站赶去 一刻不敢停歇 江烈阳和寻早 拿着小家宝的照片分头询问 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江烈阳在摊位买水时 寻早走到了他身后 只见他淡淡开口 江烈阳 你真的不知道 家宝去哪了 江烈阳心虚地咽了口口水 你 你什么意思 寻早继续道 这里有司机见过家宝 你能不能告诉我 一块钱掰成两半话的他 为啥会打听 哪个商场能买到高档礼物 江烈阳下的手上的水都掉了 虽然他什么都没说 但寻早从他的反应中看出 这是和他有关系 在他的逼问下 江烈阳只能坦白 其实 早上家宝说要去市里 我就想一起去 然后找机会回吴城 就跟他说 我要去市里 给你买礼物 赔礼道歉 话音刚落 寻早一把揪住了江烈阳的衣领木头 你为啥不早说 你知不知道 拖得越久家宝越容易出事 江烈阳被吓到了 于是慌忙解释 我真的没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以为家宝不会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的 我也是刚刚听你说才知道他是因为我 寻早听后冷冷道 之前我都当你 只是被惯坏了 不稀罕打理你 没想到你 竟然骗一个小孩帮你做妖 家宝如果出事了 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江烈阳急的眼泪都出来了 我真的没想利用家宝 我只是想回家 寻早默默松开了 抓着他衣领的手 想回家是吧 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说完不顾 还在原地哭泣的江烈阳 转身离开 想回家是吧 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寻早说完就转身离开 只留给江烈阳一个冷漠的背影 江烈阳见他走了 也顾不上擦眼泪了 赶紧追了上去 一把抓住了寻早的肩膀 我不走 找不到家宝 我不会走的 寻早没料到他会这样说 不走 我这妙小 可装不下你这尊大佛 江烈阳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自己的问题 对 我是挑剔 脾气差 胆小还经常给你惹麻烦 但我江烈阳不是拎不清的混蛋 家宝是因为我才走丢的 我有责任把他找回来 他的这番话 让寻早感到一丝意外 但还是什么也没说 镜头一转 时间越来越晚 江烈阳还在拿着照片 一刻不停地找人 在得到对方否定的回答后 江烈阳的内心 泛起了一阵无力感 就在这时 肩膀被人撞到 由于没反应过来 一屁股摔倒在地上 那人到了嵌后 便急急忙忙赶车去了 这时 眼前出现了一道身影 江烈阳抬头刚想问有没有消息 寻早似乎已经料到他 想说什么了 用一种疲惫的声音说道 没有 刚燃起的希望再次破灭 江烈阳懊恼地用力锤打着地面 崩溃大喊 都怪我 如果不是我的话 寻早见状赶紧握住了他的手 守折了就能找到人还是咋的 就在这时 寻早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他接起电话 就听里面传来沈沈激动的声音 小枣 家宝找着了 村里人听你家院里有动静 才发现 家宝已经回去了 就在你家呢 电话挂断后 俩人马不停蹄地往家里赶去 果然在院子里 看到了那抹熟悉的小身影 小家宝看到来人后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就被冲上来的江烈阳一把抱住 小家宝还有点猛 小摩仙哥哥 你咋了 只见江烈阳大颗大颗地掉着眼泪 嘴里不断说着对不起 谁知后领突然被寻早一把提起 接着又被他无情地丢进身后的草堆 随后他黑着脸问小家宝 你上哪去了 小家宝显然被他吓到了 没憋住 直接哭了出来 江烈阳狼狈地跑过来安慰着 别哭别哭 别怕别怕 你对小孩子这么凶干嘛 小家宝抽抽搭搭地说 我 我去买东西 寻早可不信 撒谎烂嘴鸭子 江烈阳吐槽道 你说这个 不也是骗小孩的吗 小家宝还在哭 我没撒谎 寻早没有因此心认 好 那你就在这站着 直到愿意说实话为止 一听这话 小家宝哭得更凶了 江烈阳安慰不是 不安慰也不是 只能转头对寻早说道 又不是他的错 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凶啊 寻早觉得 有必要教训他一顿 我就是要让他知道 不要轻易相信一个 刚认识几天的陌生人 江烈阳还没来得及反驳 只见小家宝在这时 委屈巴巴地说道 哥 我不是因为小魔仙哥哥 哥才撒谎的 这会儿轮到两人不解了 寻早问道 那你是因为啥 小家宝先是 柔了柔发皱的衣服 随后下定决心般说道 我想让小魔仙哥哥留下来 想让你们和好 俩人听后 异口同声地发出疑问 啥 小家宝接着道 别人家吃晚饭的时候 都热热闹闹的 小早哥家里去总是一个人 但小魔仙哥哥来了之后 小早哥家里也热闹起来了 话也变多了 我爹老念叨 他一个人太孤单了 所以才喝酒 喝多了就不难受了 小早哥对我好 我也想对小早哥好 我不要小早哥变成 我爹那样 一边说 一边抹了把眼泪 小早哥 小魔仙哥哥 你们蹲下来 两人虽然不知道 他要做什么 但还是乖乖蹲下 只见小家宝强行 将他们的手拉在一起 并大声说道 我不要小早哥孤单 江烈阳和寻早俩人 看着牵在一起的手 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小小的脑瓜 大大的疑惑 江烈阳和寻早 看着牵在一起的手 先是一愣 反应过来后 立刻嫌弃地松开 寻早一脸严肃地 看向小家宝 家宝 你爹是从啥时候 开始酗酒的 你知道吗 小家宝回答道 沈沈说了 是因为妈妈去世 爸爸才变成那样的 江烈阳听后 感到一阵心疼 他实在无法想象 这么点大的小孩 是怎么生活 在那样的家庭里的 寻早继续道 富贵叔是因为失去了爱人 我和小江哥哥 不是那种关系 所以不用担心我 知道吗 小家宝闻言 失落地低下头 我是做错了吗 谁知下一秒 寻早的大手 附在了他的头上 温柔地说 没有 谢谢你这么关心我 哥哥很感动 随后出了出身旁的江烈阳 要不是某些人瞎着 今天也不能这么乱逃 小家宝听了这番话后 没憋住再次流眼泪 随后猛地扑进寻早怀里 小早哥 我还以为 以为自己惹祸了 你不跟我好了 寻早笑着搂住小家宝 哪能啊 咱俩这关系 党党的 站在一旁的江烈阳 看着寻早温柔的笑脸 内心似乎快速地激动了一下 居然对小孩子这么温柔 为什么对我就那么刻薄啊 然而下一秒 寻早就露出原形 只见他揪住了小家宝的脸 恶狠狠地说道 不过你以后 要是再一个人乱跑的话 信不信腿给你打折 小家宝再次被吓哭 我再也不敢了 小摩仙哥哥救我 江烈阳无语 话还是讲早了 镜头一转 寻早从仓库出来 家宝 哥哥送你回家 结果一眼就看见 趴在桌上睡着了的小家宝 拿个垫瓣的功夫就睡着了 江烈阳俯身轻轻摇了摇 家宝 应该是累坏了吧 就在这时 一张纸团从小家宝口袋里掉了出来 俩人都有点好奇 这是什么 藏宝图 江烈阳捡起纸条 打开一看 不知道是看到了什么 他的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随后默默将纸条叠好 放在了小家宝旁边 最后失魂落魄地转头回屋了 寻找注意到了他的不对劲 也好奇纸条上写了什么 还仔细地用上了拼音 末尾还附上了一句 努力让小摩仙哥哥开心 就不走 寻找微微一愣 这才知道江烈阳为什么那副样子了 于是跟着进我屋 在混乱的房间里 江烈阳靠在桌上 嘴里喃喃道 你一定也觉得我是个混蛋吧 我竟然为了自己的私心 骗一个小孩子 如果家宝真的出事 我根本负不起这个责任 寻找僵硬地安慰他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江烈阳不可置信地抬头 你不怪我 都是因为我才 寻找靠在了江烈阳旁边 双手抱毙道 你还没坏到那个程度 你就是个没断奶的小崽子 江烈阳一听有点生气 我真的在反思自己 你能不能考虑一下 我内疚的心情啊 寻找不管他继续说 心里藏不住事 脑子还缺根弦 江烈阳生气 我就不该对你抱有期待 你还是那么刻薄 话还没说完 就被寻找打断 但你现在看着 至少断奶了 我送家宝回家 你收拾一下先睡吧 江烈阳不赞同 家宝已经睡着了 寻找觉得不妥 家里就俩屋 他一个小姑娘 还能和咱俩大老爷们一起睡 江烈阳没管他 轻轻抱起小家宝 对寻找道 别折腾他了 随后将自己的房间 腾出来给小家宝 江烈阳骄傲 寻找你还讲我 你才去跟闲呢 寻找无语 然后呢 江烈阳没反应过来 什么然后 寻找插腰 我家可没有沙发 江烈阳还没懂他的意思 我知道啊 寻找继续道 家宝睡你屋 那 你只能跟我睡了 一起睡到没什么 但一想到适合这个奇葩 怎么这么别扭 江烈阳在心里吐槽 也不敢说出口 见寻找 正在洗漱 只好别过头去 等你洗漱好 我再来刷牙 不过寻找并不介意 反而还贴心的疼了个位置 一起呗 见此 江烈阳也不好意思拒绝 挤了牙膏开始刷牙 寻找细心的注意到 江烈阳手上的伤 随后 他忽然靠近江烈阳 吓了江烈阳一跳 就在他以为这奇葩 又想做什么的时候 江烈阳脸一红 褥子 什么东西 我还从没和别人 一起睡过一张床呢 江烈阳洗漱完出来后 一眼就看到了 床上放着的点符 他刚坐上床 寻找就拿起药膏 冷冷开口 手伸过来 江烈阳还一脸猛逼 啥 怎么 寻找没有回答 只是牵起了他的手 动作轻柔地 帮江烈阳上点符 被他错不及防的一次记 江烈阳疼的眼泪都出来了 寻找还在一旁调侃 哦 不好意思啊 忘了 你刚断奶了 行了 先说好 我岁数大了叫轻 你消停睡 别整出什么动静 江烈阳一听 信誓旦旦道 你放心 我这人睡觉最老实了 绝对不会吵醒你 一边说 一边用枕头隔开 你看好 这就是分界线 我们各睡各的 谁也别打扰谁 我连话都不会再跟你说 说完就想脱掉衣服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手上的动作一顿 最后直接躺下盖好被子 睡了 谁讲话 谁是狗 寻找也不跟他废话 关了灯就开始睡觉 眼前突然一片漆黑 江烈阳有点害怕 只能转过身 对寻找说道 那个 可不可以给我拿个夜灯 太黑了 寻找还在逗他 谁说话 谁是狗 江烈阳虽然生气 但也不敢说什么 最后只能不情愿地 学狗叫了三声 寻找这才满意 起床给江烈阳 拿了个手电筒 最后 江烈阳打开手电筒 放在床头 嘴里喃喃道 我还以为你会嘲笑我怕黑 寻找觉得 无语 我可没那么闲 画面一转 江烈阳梦到了自己小时候 被困在一个黑漆漆的地方 最后似乎放弃了挣扎 只能在心里不断安慰自己 我一点也不疼 一点也不怕黑 就在这时 一束光突然从头顶照了下来 小江烈阳顿时高兴起来 是妈妈吗 可从上面下来的 却是一个比自己大一点的小孩 他看清楚那人的长相后 惊讶出声 怎么又是你 只见那个小孩 赫然是小时候的寻找 也就在这个时候 江烈阳从梦中惊醒 这人是不是刻我了 怎么来这之后 总做噩梦 等他稍微缓过来后 发现自己的脚 好像碰到了什么软软的东西 于是他转头一看 发现自己正以一种奇怪的姿势 压在寻找身上 江烈阳顿时感到一阵尴尬 而寻找只是很淡定地看着他 问道 你醒了 江烈阳尴尬地看着寻找 为了打破尴尬 只能善善开口 呃 你醒了 谁知寻找的脸肉 眼可见的又黑了一度 江烈阳这才想起 自己还压在人身上呢 于是赶紧将腿抬了下来 不好意思 你接着睡 接着睡 一边说 一边转过身想睡回龙觉 却被寻找一把捏住了下巴 冷冷开口道 别整着死出 改造就有个改造的样 赶紧起来干活 就在这时 小家宝敲了敲他们的房门 表示有客人来了 寻找也不管还在床上的江烈阳 一边扎头发 一边给小家宝开门 然而在开门的一瞬间 小家宝就被他的脸色给吓了一跳 好憔悴的小早哥 小家宝牵着寻找来到了客厅 礼貌的朝对面喊了声美颜姐姐 只见客厅站着一个年轻女孩 听到小家宝的声音 她也朝着对方打招 早啊 小家宝 咋这么磨叽呢 我哥这儿等半天了 躲在屋里的江烈阳 好奇地看向外面 女孩子 还是蛮漂亮的女孩子 而且穿得格外讲究 就在江烈阳还在好奇 那女孩是谁的时候 就见那个名叫美颜的人 凑到寻找耳边 小声地在说些什么 隐约能听到走丢 找到了的字眼 江烈阳以为是小家宝的家里人 来讨说法的 但江烈阳不可能让寻找一个人背过 于是 就在两人还在聊天时 江烈阳换了一身 自以为很帅的衣服 从窗户上翻了过来 但在关键时刻 搅拌在了窗坎上 直接当众摔了个狗吃屎 三人齐齐 将目光投向地上的江烈阳 啥玩意儿 事已至此 江烈阳也顾不上尴尬 赶紧从地上爬了起来 对着美颜道 别为难他 我江烈阳一人做事一人当 美颜一听 觉得莫名其妙 你谁啊 王阁家老母猪生仔 是你干的呀 他家跑丢的猪昨天下载了 十八个 破咱们五区三线记录了 村长张老半席呢 江烈阳一愣 就这事 美颜还在叙道 幸亏猪找着了 不是 等会儿 你谁啊 寻找此时走到了江烈阳旁边 站住我家的江烈阳 猪能找回来也有他一份 美颜这才想起来 啊 就是那个被骗钱的傻小子 江烈阳一听这称呼 顿时就不乐意了 心想 肯定是寻找跟人家讲的 一口锅 就这么砸在了寻找头上 该说的也说完了 美颜开始打量着江烈阳 江烈阳不甘示弱 同样盯了回去 美颜问道 你的连体裤是不是MH家的限定款 江烈阳自豪道 没错 这可是我蹲了半个月抢到的 美颜继续道 内搭是CM的经典款 江烈阳点头 当然 主理人是我学长 鞋是GUG穿下走秀款 江烈阳炫耀道 这可是我从米兰带回来的 他更加好奇地看着美颜 心想对方不是一般的小土妞 见识和审美都不一般 而美颜也在想 这人看起来不是普通的爆发户土大款 品位还挺好 于是 两人奇怪的胜负欲燃起来了 就在这时 寻找一巴掌拍在了江烈阳后脑勺上 别搁着干瞪眼了 蝶没蝶背啊 就出来唠嗑 江烈阳刚想发火 但想起自己做错了事 无法嘴硬 于是只好说实话 我叠不好 不过很快就为自己开脱 我没有自己住宿过 叠不好被子也很正常嘛 寻找无奈 走到江烈阳旁边说道 进屋吧 我教你 寻找一边做示范 一边对江烈阳说道 先把被子卷起来 再放进炕头的柜里 江烈阳老老实实站在旁边看着 随后自信道 看起来很简单嘛 我来试试 又过了十分钟 江烈阳理了自己的头发 完工 很轻松嘛 然而寻找却笑不出来 看着柜子里的一坨 发出了疑问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美颜在外面等久了 于是就先来看看 结果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 你俩 住一个屋 你俩 睡一个屋 江烈阳被他问得一愣 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谁要和他一起睡啊 是因为 昨天家宝在这住下了 没有多余的房间 美颜怀疑地看着他 脑内正在分析江烈阳的家境 外貌 性格 智商等情况 很快就得出了一个结果 衣服好看 想买 不过他在内心告诉自己 要矜持 正式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金美颜 卫生所为医的大夫 没有兽医的时候 我也帮着看畜生 寻找发出了疑问 那王哥家母猪男产咋没找你 找到镇上的留待你 美颜被他问破防 那我不也在旁边帮忙了吗 江烈阳在一旁仔细打量着美颜 红头发 飘染 作为医生 不光给人看病 还能给动物看病 能给动物看病 似乎是夸大 不论是看起来 还是听起来 都很不靠谱 想是这样想 江烈阳还是自我介绍起来 我叫江烈阳 来这里 旅游 美颜毫不留情地拆穿塔 你不是爱改造的吗 你妈妈和我爸打过招呼的 小家宝也在一旁解释 美颜姐的爸爸是村长 也是村小的村长呢 美颜是村长独生女 还是丁沟村村花 他自豪地拿出手机 你叫我好友吧 以后我照你 然而江烈阳想也不想就拒绝了 美颜震惊 他怎么拒绝我 但还想再坚持一下 等等 你在村里提我好使 江烈阳还是拒绝 真的不用 寻找不想参与他们之间的纷争 他走到小家宝跟前道 家宝 跟小早哥出去吧 笨蛋是会传染的 将小家宝送回家后 寻找悠闲地坐在院里 江烈阳和美颜还在打闹 你有完没完啊 我虽然很有钱 但也不会向你交保护费的 金美颜还是不放钱 可我只是想要你一副链接啊 寻找拿起杯子喝了口茶 嘴角露出了不易察觉的微笑 又过了一段时间 村里喜气洋洋 村长办了好几桌酒席 来庆祝王大之家 母住一胎十八仔 江烈阳捧着一堆塑料袋 在门口怀疑人生 我在干什么 居然同意拿着这坨塑料袋 都被陌生人吃剩下了 为什么还要打包啊 小家宝还在旁边炫导 平时我和我爹都吃不上这么好的 多拿一点 能吃上好几顿啊 还在说话的功夫 一盘香喷喷的大肘子 就端了上来 小家宝顿时两眼放光 只见上菜的人是寻找 他搭在了江烈阳肩上感叹道 融入得挺快啊 都知道带塑料袋打包啊 江烈阳尴尬地将塑料袋藏到身后 红着脸对寻找道 上你的菜去嘛 寻找也没有在逗他 安分地上菜去了 一群村里的大妈大神 见到寻找就各种夸 江烈阳只敢在心里曲曲他 切一个安装工而已 也就长得帅点 脸还那么臭 谁会愿意和他谈恋爱啊 小家宝见他还在发呆 于是赶紧催促道 小摩仙哥哥 愣着干啥 快搂喜啊 江烈阳这才回过神来 来了来了 终于能吃炖好的了 他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 顿时留下了幸福的泪水 果然还是肉好吃 就在这时 村长拿着喇叭走到台上 他吃好喝好啊 我来讲两句 我们村的母猪能下十八个仔 不仅归功于王大志的科学养猪 同时也多亏了一位年轻人 及时找到了丢失的母猪 接下来的话 江烈阳都不想听了 肯定又是夸寻找的 就在他想继续努力干饭时 江烈阳差点掖住 见大家齐刷刷看着自己 只觉得尴尬 但在看到寻找的笑脸时 又莫名觉得心安 最后在寻找无声的鼓励下 勇敢地站了上去 见他来了 寻找也觉得欣慰 于是拿着喇叭说道 我真的很感动 我的朋友江烈阳 为了不让母猪走失 硬生生和猪 一起在地头子里熬了半宿 随着话音的落下 村民们在旁边放起了彩炮 江烈阳顿时羞得满脸战红 寻找着他愣神之际 将红绸子挂在了江烈阳脖子上 恭喜你啊 成为我们的旧猪英雄 低情的演讲结束后 就来到了拍照环节 工作人员拿着相机 咔嚓就是一顿拍 笑一笑 你俩再挨近一点 江烈阳觉得尴尬 于是忍不住问道 要拍多久啊 寻找一边搂着江烈阳的肩膀 往自己这边带 一边回答他的问题 村长新买的高档相机 就让他多拍会儿吧 没办法 江烈阳只好继续强怜欢笑 好不容易拍完 刚想找美颜帮忙修个图 却发现人不见了 与此同时 金美颜正拍打着某人的房门 四毛开门 过了好久才有人开门 只见是一个金发闭眼的女人 见来认识美颜 还有点惊讶 你怎么来了 美颜觉得委屈 我们不是约好了吗 你为什么没有来 名叫四毛的女人回答道 抱歉 昨天去市里给我抹开药 回来都离只剩一百来块钱了 不够随理 我本想等戏结束后再去找你 听了这番话后 美颜这才放下心 原来是这样 第二快到了 我寻思这衣服挺适合你的 谁知四毛却拒绝了 美颜奇怪 为什么 四毛随便扯了个理由 我天天干活 造得那么埋态 穿了白下 一边说一边推自行车 金美颜直接一屁股坐在后座上 你要是不收下 我就一直跟着你 四毛无奈 金美颜 你几岁啊 另一边 江烈阳帮寻草收拾东西时 村长又过来找寻草了 江烈阳暗自在心中付费 可真是个大忙人 突然 他发现小家宝和一群孩子跑了出去 于是急忙问道 小家宝 你要去哪里啊 见他没有回话 江烈阳不放心 只好跟了上去 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骑车的四毛 心中觉得奇怪 外国人 这里怎么会有外国人 还没来得及细想 前面的小家宝就摔倒在地上 前面骑车的孩子还很不耐 下次你再没有车 我们就不带你了 每次都要等你 小家宝抹了八脸 我可以跑得快一点的 江烈阳健壮 急忙上前将小家宝扶了起来 痛不痛 没有受伤吧 小家宝委屈道 我没事 就是鞋子撞坏了 见他真没事 江烈阳这才放心 下次慢点跑知道吗 小家宝文言更委屈了 可我没有小车 大家都不愿意带我一起玩了 我也想看小猪膏子 江烈阳心疼他 于是开口道 哥哥骑车带你去 刚刚有个外国人骑自行车来的 我去问他借车 小家宝想了会儿 才知道他口中的外国人是谁 哥哥说的是四毛姐吧 他不是外国人 他是俄罗斯混血 哥哥不用去问了 我们贼说 回头再还给他好了 在小家宝的再三保证下 江烈阳这才抱起他坐在前面 哥哥今天绝对让你当第一名 镜头一转 村长和寻早正在谈论 学校缺英语老师的事情 江母告诉村长江烈阳 从小念的就是国际校 英语没问题 可以暂时让他来工作 但寻早觉得有点不妥 工作的事 唐阿姨不能帮他做主 小江的事情 就让他自己决定吧 寻早都这么说了 村长只能暂时翻篇 对了 我听美颜说 四毛妈那个牛子是恶性的 治病要花不少钱 你爸那个粮食厂 要是有合适的工作 寻早替村长点了根烟 放心 四毛跟我打小一块长大的 就跟我亲妹妹一样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听到这 村长也就放心了 小早啊 有时候我都替你觉得憋屈 你说你一个无大毕业的高材生 家里条件还那么好 你爹妈那么大一摊生意等着你管 放着城里的好日子不过 非要回村里 守着 而寻早听后 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 见此村长也不好多说什么 从兜里拿出一袋钱 把这钱给四毛 让他去把菜钱给老李家结了 寻早将话转达给院子里 还在打工的四毛 四毛欣然接受 然而在出门后 他看着空荡荡的墙角 顿时傻眼了 我车呢 哪个我妈独自 给我车骑走了 江烈阳汽车带着小家宝 来到王大志家 大朋友和小朋友 一起看向猪卷 只见18只小猪仔 也正好奇地看着他们 就在这时 手机响起短信提示音 你的信用卡本月账单 16279元 点击立刻还款 以还请忽略 江烈阳顿时傻眼 完了 忘了还有这个了 爸那里估计不行了 先问朋友们借吧 结果那些所谓的朋友 一听借钱 个个必如蛇仙 最后只有一个借了他一签 江烈阳赶紧谢过 但这些完全不够还款 正当他苦恼时 旁边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 我妈给我钱了 过两天镇上有大吉 咱们一起去抽奖啊 其中的小女孩 一听也来了兴致 还问旁边的小家宝 要不要去 可抱着小猪仔的孩子 不乐意了 他又没车子 跟不上我们多费劲啊 话音刚落 那孩子手里的小猪仔 忽然开始剧烈挣扎起来 一旁的母猪 听到自家孩子的声音 顿时红了眼 原本温和的母猪 此刻凶狠地 盯着眼前的几人 孩子们被吓得尖叫起来 一溜烟跑了出去 还在看手机的江烈阳 听到动静还有点猛 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 原先被小孩抱着的小猪仔 不知何时到了自己手上 等回过神来时 就听见小家宝焦急的声音 小魔仙哥哥 快跑啊 他一边喊 一边抓起江烈阳的手 就往外跑 另一边 寻找还在帮四毛找车 突然身后传来小家宝的声音 小早哥 他寻着声音回头望去 只见小家宝 拉着抱着猪仔的江烈阳 往自己这边跑 身后还跟着一只发狂的母猪 他赶紧朝江烈阳喊道 江烈阳把小猪膏子放下 江烈阳没有反应过来 你说什么 见此情形 寻找上前搂住江烈阳 并将他怀里的猪仔丢到地上 原本还在发狂的母猪 看见自家孩子 瞬间安静 轻易地上前拱了拱 寻找一边安抚怀里的江烈阳 一边问道 你乃人家的猪咋干啥 江烈阳气喘吁吁地回道 我 我不知道 小家宝在一旁解释 是狗蛋抓了小猪膏 经着母猪 又丢给小魔仙哥哥 寻找闻言 低头询问江烈阳 没事吧 伤着没啊 江烈阳此时只觉得口渴 水 要喝水 村长办公室里有饮水机 寻找带着他到办公室坐下 还贴心地帮他接了杯水 叮嘱道 慢慢喝 别一口闷了 我把猪送回去 你自己歇会儿吧 江烈阳刚喝完水 就注意到了墙上贴着的照片 于是好奇地上前看 居然是小时候的寻找 他不禁心想 小时候的寻找 看起来比现在可爱多了 谁能想到 这么可爱的小孩子 长大的脸那么丑 他看着看着 突然发现了不对 等等 旁边这些人 看着好眼熟 这不是我爸我妈吗 江烈阳仔细端向着 墙上的照片的时候 村长就走了进来 小江 你咋过来了 江烈阳尴尬地回头解释 我太渴了 来喝杯水 随后装作不经意间提起 说说 这些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村长解释道 哦 这个可有二十来年了 一边说 一边将今天拍的照片贴了上去 你看小枣那孩子 当年让风刺的脸跟猴顶一样 现在居然长成这么帅的 大小伙子了 江烈阳继续问道 那我妈二十年前就认识他了 村长听后陷入了回忆 要不认识小枣 保不齐都瞄你了 你爸妈那年来考察两场 结果因为暴雪 在沟里翻了车 幸好小枣放学路上 发现了他俩 不然他俩 找不到进村的路 零下四十度 在野地里不得冻死 不过你爹倒是恶观 当时人都快冻晕了 还拍照呢 还说没见过 这么大的雪要多拍点 差点把你妈气哭 江烈阳听着 确实像老爸 能做出来的事情 村长接着说 不过你妈真是好人呐 二十年前村里 穷得叮当响 哪有学校啊 你妈妈她知道 小枣他们上学 要徒步在雪地里 走一个多小时之后 当时就拍板决定 给村里捐建一所小学 听到这 江烈阳有点感慨 我居然都不知道 村长没察觉 到他的异样 继续说 别的村都说我们运气好 小枣冒猛就下一大款 能给村里建小学 还有人眼红 说他是看到 人家开轿车才去救 其实小枣那孩子心软得很 就像个家圈 看不得别人受苦 听完这些 江烈阳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他拿出手机打电话 给自家老爸 结果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就听老爸说 妈妈在医院 江烈阳不可置信 江副解释道 上个月你 把车界朋友结果出事 撞了电瓶车的事 你还记得吧 你那个朋友 只拿了一开始的医药费 现在联系不上了 江烈阳立刻喊道 可车是他开的呀 他说了 会负责的 电话那头 心是沉默了一会儿 随后又说 杨阳 你二十一了 你以为你妈真的会因为 几万块钱生活费 就舍得把你送去农村 你妈不就是怕伤者家属 找不到你那个不靠谱的朋友 就找你麻烦吗 之后 江副在电话里 简单寒暄了几句 便挂断了 江烈阳滑坐在地上 心里五味杂陈 整理好情绪 江烈阳就往外走 结果还没到门口 就听到了 寻找和四毛的声音 是寻找 让四毛到他爹的粮食场 上班的事情 江烈阳敲咪咪 靠在墙边偷听 只听四毛激动道 你跟你爸轻易不联系 确认会不会告诉你 我还不知道吗 自打我妈生病 我都问你借了多少了 咋还能再让你 给我安排工作呀 寻找还想再劝劝他 咱们不是发小吗 还计较这些 四毛反驳道 就因为是朋友 我才不能这样 就因为你家里条件好 我就能一直受你照顾吗 一直占便宜 算什么朋友 最后这句话 仿佛一击重拳 垂在了江烈阳的脑袋上 就因为你家里条件好 我就能一直受你照顾吗 一直占便宜 算什么朋友 寻找听了这番话 还想再劝劝他 你别怕麻烦 可四毛却钻紧了拳头喊道 我是怕我自己 那天我给我妈买药 差了一点钱 我第一个想法 居然是问美颜界 明明可以套信用卡 可以预支工钱 我却理所当然地想到美颜 我可真混蛋 正当江烈阳听得起劲时 突然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 转头一看 居然是美颜 他还让江烈阳别吱声 最后 俩人趴墙上一起偷听 四毛最终还是拒绝了寻找的帮助 等四毛走后 美颜气脑道 这个二傻子 他冲到寻找面前道 寻找 你行不行 这都劝不动他 对小江一套一套的 关键时刻掉链子 镜头一转 四毛回到家里 叮嘱自家妈妈吃药 顺便收个衣服 与此同时 美颜冲到他家门口 气得把四毛的中文名 以及俄罗斯名都喊了一遍 丁叶 瓦利亚 你给我出来 四毛听到动静 从被子后面探出脑袋 美颜 你咋来了 见他出来了 美颜刚当的气势 瞬间荡然无存 随后狗腿的 跑到四毛面前 结结巴巴道 我 我来帮你 可四毛还是察觉到了他的意样 抓住了美颜的手 问道 到底啥事 美颜如实回答 早个家的厂子缺人 你现在不是没正式工作 只能打零工吗 四毛文言就知道 他是来劝自己的 但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 我不会去的 另一边 江烈阳边走 边在手机上查询车子 借朋友撞到人 车主需要负什么责任 网友的回答 基本都是多多少少 会连累到车主 江烈阳气得一脚 踢飞地上的石子 靠 坑死小爷了 这算什么朋友 信用卡怎么划呀 寻早早在一开始 就注意到了他的意样 于是开口问道 叨叨咕咕说啥呢 江烈阳脑补自己 如果老老实实跟他说的话 肯定会被嘲讽 于是只能声音地转移话题 没什么 就是在想 刚才那个女孩子 是你朋友 好漂亮 听到他夸别人 寻早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他爷也是俄罗斯人 所以我们都喊他四毛子 你觉得他很漂亮 然而话音刚落 天空就下起了雨 江烈阳也没有听清楚 他最后说的什么 就在他愣神之际 寻早不知 从哪里拿的一块布 盖在了二人头上 这是什么 寻早解释道 大西上走菜用的围裙 还是防水的 但两人撑着一条围裙 到家肯定浑身都湿透了 于是还是决定 去苍买买把伞 然而 苍买婶婶却说 雨伞没货了 连家里的伞也找不着了 两人只能在屋檐下 等雨小点再走 可雨却越下越大 就在这时 江烈阳打了个喷嚏 寻早见他冻得直哆嗦 赶紧将上衣脱了下来 示意将烈阳穿上 江烈阳揉了揉鼻子 不 不用了 寻早却一脸严肃地看着他 可我不想你生病 江烈阳闻眼脸一红 心脏也不受控制地 剧烈跳动起来 不用这么照顾 还没等他矫情多久 寻早就强行将衣服给他穿上 快拉倒吧 涂个药都喊疼 现在不多穿点 回头感冒了 还得我伺候 听了这番话 江烈阳原本就红的脸 现在更红了 突然 他闻到了寻早衣服上 似乎有桂花的味道 于是他拎起衣服用力秀 只见寻早对他 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江烈阳赶紧解释 不是 我不是变态 寻早看了看天气 估摸着这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不如 他一边说 一边拉起江烈阳的手往外跑 一起跑回家吧 江烈阳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寻早拉起跑了 江烈阳正愁怎么还信用卡 就在这时 他注意到了杆子上贴的招聘信息 于是当天 就鬼鬼祟祟的来到了工作地点 突然一只手搭在了江烈阳的肩上 转头一看 居然是四毛 我们老板说 是你打电话 要来掰包你的 先说好 一亩地110块钱 多劳多得 说完才发现 他好像是寻早家的小孩 江烈阳随便将他糊弄过去后 就开始干活 但还没干多久 就累得瘫倒在地 心里抱怨着 怎么没人和我说 一亩地有这么多啊 正当他怀疑人生 理解到钱难赚的时候 突然有人将水递了过来 赫然是寻早 要不是四毛跟我说 我都要报警了 一大早就不见人影 电话也不接 居然在地里干活 江烈阳红着脸狡辩道 不是干活 我这是在体验生活 寻早可不信 他凑近江烈阳问道 好吧 这位体验生活的少爷 什么风给你吹到地里来了 江烈阳还在嘴硬 我 我就是来玩 与此同时 老板找了过来 这一上午了 人家都掰完装车了 你就掰这么点 行了 你也别干了 我让别人来干 工钱指定是没有 耽误进度了 我没让你赔钱 你就偷着乐吧 江烈阳一听这话 顿时就不乐意了 什么 那怎么行 我的工钱 话还没说完 就被寻早打断 老板此时也注意到了他 哎 老寻家的 明天有雨 这没掰完的都得五了 我哪像你似的 有空在这红小孩玩 一起干 江烈阳被感动到了 于是拍着胸脯 对老板说 对不起老板 我第一次没经验 再丢两个小时 肯定能做完 干了这么久的体力活 江烈阳热得不行 于是干脆把上衣脱了 寻早担心他累坏了 开口道 累得就歇会儿 但被江烈阳拒绝了 寻早无奈只能提醒他 穿上点 包米肝子个人 江烈阳却一点也不怕 伤疤是男人的勋章 寻早直接将衣服 呼他脸上 别恶心我 一直工作到傍晚 老板夸奖道 小早你真够可以的 带着个脱油瓶 都能拜三亩地 要我说 人家根本不在乎这几个钱 就是来玩的 你还上赶着帮忙 江烈阳听完还觉得内疚 谁知下一秒 寻早就揉了揉他的脑袋道 走吧 今天吃点好的 江烈阳洗完澡出来 心里还在想 老板说的也没错 大部分体力活 都是寻早在做 与此同时 寻早也买完东西回来了 吃点 都饿坏了吧 江烈阳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他思考良久 在寻早拿啤酒的时候开口道 其实我不是去玩的 寻早没想到 他居然会和自己说 但还是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 那你到底为啥要去地理掰棒子 你不是说体验生活 现在感觉咋样 一边说 一边帮江烈阳打开罐子递给他 江烈阳接过饮料收到 蛮辛苦的 寻早将工钱递到他面前说道 还赚不了几个钱 是吧 江烈阳连忙拒绝 大部分活都是你干的 我不能要 可寻早直接将钱塞进他手里 拿着把 这活儿 一般没有年轻人愿意干 也就四毛为了还 给他妈看病借的钱 什么苦都能吃 江烈阳好奇问道 四毛没有正式工作吗 一直这样打零工 也不是长久之计 寻早回答道 他呀 因为家里的事儿 没上大学 打零工确实没几个钱 可他人要强 赚一分还一分 不愿意欠大家了 江烈阳想起之前偷听到的话 那是因为 他真的很在乎你们这些朋友吧 我要是有你们这样的朋友就好了 寻早一听这话 顿时就来了兴致 咋 我们江少爷 要啥样朋友没有 江烈阳知道 他这是在逗自己 于是猛灌了一口酒 随后胡乱擦了一把嘴酒 对寻早说道 少来阴阳舞 是男人就喝酒 寻早见他这样 也来了兴致 扬了扬嘴角 好 我干了 您随意 江烈阳喝了几罐啤酒 就有点醉了 开始吐骨水 我跟你讲 朋友多没用的 他们平时对我那么好 甚至那个救车的 还在我扭了脚的时候 飞我去医院 我怎么知道 他后面会摆我一道 寻早都无语了 这小子啥酒品 他俯身对江烈阳说道 不许你想过没 那些人接近你 对你好的目的 本来就不单纯 江烈阳一开始 还醉得趴在桌上 听他这么一讲 顿时想到了什么 于是摇摇晃晃站了起来 朝寻早走去 最后 他撑在寻早的椅子上问道 那你呢 寻早没反应过来 我什么 江烈阳红着脸继续说 你这么照顾我 目的单纯吗 你这么照顾我 目的单纯吗 江烈阳压在寻早身上问道 然而下一秒 却被寻早反客为主 果然小孩 还是应该喝可乐 小朋友 你觉得我有什么目的 一听他说自己小 江烈阳顿时就不乐意了 你放屁 我早就成年了 寻早一脸嫌弃 喝点酒 咋还骂骂咧咧的 江烈阳坐在椅子上不跃道 不就是比我多吃了五六年大米 装什么长辈啊 话音刚落 只见寻早丹西跪在江烈阳面前 唐阿姨把你交给我 你就是不信任我 上头的江烈阳听后反应了好一会儿 最后默默走到院子里蹲下 寻早跟了出去问道 咋 还生你妈妈的气 江烈阳先是让寻早再拿点酒 随后回答道 生什么气 我妈当然不会害我 甚至 我连认识什么是火羹的机会都没有 从小到大 我接触什么人 在什么圈子里 都是他安排好的 只要我偏离轨道 他就如临大敌 我当时就想 至于吗 寻早又问他 那你怨他吗 江烈阳回答道 上大学之后 他管不着我了 我想我终于可以向他证明 自己脱离他的安排 也可以过得很好 结果呢 寻早听后 将手搭在了他的肩上 看来你问过很多人借钱了 咋没问我 江烈阳心想 这毕竟不是个小数目 他只是个安装工人 应该没那么多钱 于是问道 你要带我去做安装工赚钱 可我什么都不会 我居然也有连一两万 都拿不出来的那天 可寻早直接将两万转给了他 江烈阳金的下巴都要掉了 而寻早只是淡淡道 其中一万是 你刚来那天唐阿姨给的 我一直留着 就是为了给你应急 另外一万块 就算是我借你的 江烈阳还有点不可置信 你确定要借给我 我没法很快还你的 寻早吃笑一声 咋 还想掰包面 你要是不想 再问家里要钱的话 村小去个英语老师 你来试试 江烈阳惊讶 我 英语老师 寻早继续逗他 听说我们小杨少爷 可是正经名牌大学毕业生 上课总比干农活有经验吧 江烈阳想了想 觉得也是 随后寻早提醒他 我给你打个预防针 村小和城里的学校不一样 工作难 工资还低 可江烈阳一点都不怕 不就是教小孩吗 小爷我四岁 开始学英语 雅思思了七 要不是因为 话还没说完 江烈阳突然顿住 他看着天空发呆 随后悠悠道 寻早 你们这里天空好高 好深 你总是可以看到 这么多星星吗 江烈阳问完 发现旁边的人一直没有动静 于是偏头看过去 发现寻早正盯着自己看 让你看星星 看我干嘛 看星星 突然他感到肩膀一沉 转头一看 发现江烈阳就这样 靠着自己睡着了 嘴里还不知道嘟囔着什么 寻早无奈 只能将人背到房间里 帮他盖好被子后 正想离开 就听见江烈阳迷迷糊糊的声音 谢 谢谢你 这让寻早想起了他小时候 当时这人趴在自己背上说道 哥哥 谢谢你救了我 我会永远记得你的 寻早心想 看样是真不记得那年的事了 不过还真是长大了 和小时候完全不一样 小时候可没有这么烦人 次日一早 江烈阳就前往村小校长室进行面试 当他打开实习合同 一看直接傻眼 实习期三个月 每月工资一千三 实习补贴三百五 他惊了 这年头还有这么低的工资 校长见他这样开口道 市里工资都不高 村里就更少了 江烈阳赶紧解释 我就是看看合同 不是嫌弃工资少的意思 校长笑了笑 你就是嫌弃 咱们校也开不出高的 随后校长带着江烈阳去了会议室 见着学校寥寥无几的教师 江烈阳有点惊讶 不过校长已经和其他老师介绍起他了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新来的实习英语老师江烈阳 江烈阳健壮 赶紧换上职业微笑和大家打招呼 简单的自我介绍后 其中一位老师找校长谈论报名的事情 其中提到了寻老师 江烈阳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寻老师 不会是 还没来得及细想 就听到门口传来熟悉的声音 各位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只见寻早把一侧刘海撩了起来 还戴了副眼镜 江烈阳突然怀疑起来 寻早他原本就长这样的吗 在江烈阳探究的目光中 寻早又和校长打了声招呼 桌椅都核对好了 校长很欣赏他的办事效率 于是开口道 辛苦了 快坐吧 寻早这才走到江烈阳旁边坐下 江烈阳看着他得意洋洋的神情 开始在心里咬牙切齿 被耍了 不是找不到活到处打工的安装工吗 怎么就成老师了 果不其然 下一秒就听到寻早倩倩的声音 在这里遇见的话 看来这份工作 江老师已经正式答应下来了 以后就是同事了 欢迎我们的新老师 说完朝江烈阳伸出了手 江烈阳下意识伸手回握 然而在首处碰到的那一刻 心脏开始剧烈跳动 寻早见他红了脸 开口道 虽然是第一次工作 但开个会 无至于这么紧张吧 抱歉 不是有意看的 但 戴眼镜了 世界忽然变得很高清 话音刚落 校长就点了他的名 寻老师 一会儿你去一趟李浩龙家 这孩子今年没来报到 看是不是要转学 寻早回到 不能吧 我前两天还看到狗蛋爷爷了 没说转学的事啊 旁边的江烈阳 没注意听他们说话 捂着砰砰直跳的胸口纳闷 奇怪 难道是因为生气吗 这样会不会容易得高血压 与此同时 校长又点了他的名 江烈阳赶紧认真听讲 你也跟着寻老师去吧 正好让他代代你 熟悉一下家访流程 尽管江烈阳有一百个不乐意 但校长的话 他不得不听 走在路上 江烈阳气呼呼等着寻早给他解释 可等了好久 人家都没说一句话 于是他将地上的石子 踢到寻早的腿上 寻早这才停下脚步 回头问道 咋的了 江烈阳板着张脸 不约道 你是老师的事情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寻早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早点晚点 有什么区别 江烈阳继续说 区别大了 我之前以为你就是个没什么工作的安装工 一想到你赚钱 那么不容易 都肯借钱给我 接下来的话 江烈阳怎么都说不下去了 可寻早不以为意 所以 感动坏了 被他戳破心声 江烈阳秀地推开寻早就往前走 寻早提醒他 狗蛋加往右拐 还生着气的江烈阳 直截了当地掉转了方向 两人走到门口 就听见院子里传来吵闹声 我不上学 打死我也不去 我不念了 两人同时朝里面望去 只见狗蛋爷爷正拿着扫帚 追着狗蛋打 边打边骂道 小小年纪你就不愿意上学 你以后能有什么出息 狗蛋还在嘴硬 谁说上学才能有出息的 可他光顾着抱头乱窜 完全没注意到 一旁还摆着一张梯子 梯子被他撞了一下 开始摇摇欲坠 眼瞧着梯子 即将砸向江烈阳 紧急之下 寻找一个转身搂住江烈阳 将他护在怀里 只听哐当一声 梯子重重砸在了寻找背上 寻找咬紧下唇 闷哼出声 江烈阳还没从刚刚的惊吓中 回过神来 但还是下意识 喊了寻找的名字 听到寻找痛苦的声音 江烈阳吓得急忙 查看他的伤势 可寻找还在嘴硬说自己没事 江烈阳完全不信 怎么可能没事 要不要打120 见他不说话便拼命晃着他 寻找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可不能死啊 寻找被他晃得抽疼 上手抓住了江烈阳 别晃了 有点疼 狗蛋爷爷此时也走上前 担心地说道 让这大铁家伙 砸了能不疼吗 哎呀都出血了 江烈阳闻言更加担心寻找 还说没事呢 狗蛋爷爷怕伤势恶化 于是赶紧带着两人去卫生院 到了卫生院 寻找给校长发了消息 说明情况 过了一会儿 金美颜拿着托盘走了进来 把衣服脱了 可寻找刚一动作 就牵扯到后背的伤 轻撕了一声 江烈阳听到声音 赶紧上前担心地看着他 这么严重吗 金美颜让江烈阳帮寻找脱下衣服 自己去拿药 等人走后 江烈阳这才亲手亲脚地 上前扶上寻找的外套 那我开始了 见他这副小心翼翼的模样 寻找忍不住吃笑一声 还挺礼貌 江烈阳赶紧狡辩 我这不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吗 他说完就继续帮寻找脱衣服 还提醒他痛了一定要说 在上衣脱掉的那一刻 不知道是不是牵扯到伤了 寻找闷哼了一声 江烈阳以为是自己弄疼他了 于是抬头问道 怎么了 伤口很痛吗 而寻找则将脸偏到一边 淡淡道 没事 你快点弄就行 江烈阳看他这样子 也不像没事 于是抬手摸了摸寻找的头 不痛不痛了 我小时候生病或者受伤 我妈就会这样做的 金美颜拿着要回来 看到这一幕 尴尬的咳了咳 往后烧烧 要消毒了 江烈阳这才乖乖坐在门口等 不出一会儿 金美颜就上好要出来了 还好 只是皮外伤 没骨折 一听寻找没事 狗蛋爷爷这才放下心 随后又想打狗蛋 瞧你干的好事 要不是你说啥 不去上学 寻老师能这样吗 江烈阳看出了狗蛋的纠结 于是上前问道 你不想上学的原因 可以告诉老师吗 狗蛋如实回答 我想和爸妈上试礼 江烈阳以为他喜欢 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可被狗蛋否认了 其实更喜欢爷爷 但爸爸妈妈那里 可以打游戏 狗蛋爷爷一听更气了 好好的孩子 都让游戏给害了 狗蛋立即反对 打游戏打得好 能打职业 爷爷血压都上来了 我先打死你 这个没出息的东西 江烈阳健壮 赶紧挡在狗蛋前面 大伯你先别急 打游戏也可以有出息的 随后又对狗蛋说道 老师也认识一些 游戏打得好的哥哥 只不过 他们其他方面也很厉害 游戏只是他们生活中的 一个选择而已 金美言听后喃喃自语 有钱人家的小孩 打游戏也好 沉迷其他兴趣也罢 反正家里能给兜底 不像咱们村里这些孩子 要是因为这些耽误了学业 以后能选择的路就太少了 寻找却没有注意 他们在说什么 脑海里一直浮现出刚刚江烈阳 那副温柔人心的动作 他渐渐陷入回忆 小时候受伤的家里人 只会责骂自己 男子汉大丈夫怕什么疼 眼泪给我憋回去 等回过神来才意识到 刚刚美言在和自己说话 你刚才说什么 金美言骂道 你刚刚没在听啊 要不要顺便检查下脑子 就在这时 房门被人暴力推开 只见一个年轻男人 焦急喊道 早哥 我听校长说你受伤了 寻找上前解释 都小伤 我没事 我衣服呢 江烈阳一听 立马拿着衣服跑过来 在这里在这里 我帮你穿吧 寻找没有拒绝 任由他动作 穿好衣服后 他得二人介绍 这是咱们孝心来的英语老师 江烈阳 这是焦宇文的向阳老师 话音刚落 江烈阳就向对方伸出了手 你好 我是江烈阳 而那位名叫向阳的老师 却攥紧了拳头 没有回握他 只是低下头淡淡 说了声你好 江烈阳似乎没料到 对方会这样 有些尴尬的收回了手 寻找自然也注意到了这点 于是开口道 向阳老师 咱们出去谈 寻找走到墙角处靠着 下意识点了根烟 向阳忍不住提醒 别抽了 身上还有伤吗 可寻找自顾自的说道 学校缺人 迟早会有新老师来 向阳知道他想表达的意思 但还是故意装傻 你是不是误会了 新老师来 我不用肩上三四年级的英语课了 高兴还来不及 寻找吐出一口烟圈 那就好 都是同事了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我不愿意看到 你们两个之间有什么误会 向阳扯了扯衣服掩盖伤口 不过就是没和那位新老师握手 你可真够护犊子的 我就不能有一些秘密 不想被人知道吗 寻找确实没考虑到这一点 说了声抱歉 向阳这时想起了校长的话 对了 校长让你安心养伤 耗聋的事交给我来处理 却被寻找拒绝了 有江老师在 不用麻烦你了 话音刚落 房门就被人推开 只见李浩龙气冲冲的走了出来 爷爷你老了 你什么都不懂 爷爷跟在后面很是无奈 这个不争气的孩子 我怎么对得起 他爹骂 寻找出身安慰 大爷你别急 我再去和他好好唠唠 向阳有点不相信江烈阳 于是问道 你真觉得 那位不知道人间疾苦的大少爷 可以教好村里的孩子 寻找毫不犹豫的回答道 总得有人试试吧 而且 我相信他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向阳也不好多管 走上前拍了拍江烈阳的肩膀 乡村教师挺辛苦的 如果做不下去 不要勉强自己 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江烈阳对他的印象不怎么好 嫌弃地拍了拍自己的肩膀 当天晚上 江烈阳坐在电脑前 越想越气 还模仿向阳对他说的话 如果做不下去 不要勉强自己 可恶 什么意思吗 随后他给自己好友打去了电话 那头很快接通 江烈阳将大概情况说了 你要把那个孩子送去电竞俱乐部体验 江烈阳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我记得你初中那会儿 游戏玩挺好 去训练几天 受不了就回来乖乖念书了 电话那头 很快就将附近的俱乐部地址 告诉了江烈阳 挂断电话后 江烈阳兴冲冲地跑到院子里找寻找 寻找 李浩龙的事情 我有办法 话才刚说完就发现 寻找居然背着自己喝酒 他一把上前夺过了寻找手中的酒 受伤了还喝酒 寻找听后 扬起了一抹微笑 这么关心我 江烈阳张红了脸 我是来找你说耗龙的事情的 寻找调侃 江老师有什么指示 江烈阳骄傲地扬起了下巴 暂时爆灭 随后 坐在寻找旁边 不过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说完 拿起从寻找手中抢来的酒 喝了一口 寻找犹犹豫豫豫开口 那个酒 我刚喝过了 不知道江烈阳矛补到了什么 看着寻找的嘴唇出了神 反应过来后立马羞红了脸 还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了 还给你还给你 寻找没说什么 将烤好的地瓜 递给江烈阳 吃地瓜吗 江烈阳的注意力 被成功转移 吃 他伸手去拿 差点被烫倒 迫不及待地撕开地瓜的外皮 江烈阳眼睛都亮了 流糖的烤红薯 突然 他想到了什么 四处张望了一下 随后 江包了一半的地瓜 送到寻找面前 那个 话还没说完 就见寻找拉起他的手 就咬下去 江烈阳看着他红了脸 江剩下的半句话说了出来 帮我拿一下 空气突然安静 寻找抬起了头 江烈阳反应过来后 江烈阳将红薯护在怀里 你吃我红薯干嘛 寻找莫名其妙 不是给我扒的吗 而江烈阳 只是想让他帮自己拿一下 他去拿个勺子 谁知寻找听到这话后 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吃地瓜用勺子 江烈阳不悦 怎样 到最后 还是拿了勺子 寻找直接看 吃到一半 江烈阳问道 话说李浩龙的事情 你原本是打算怎么办 寻找老实回答 给关小黑屋 不给饭 啥时候知道错了 啥时候放出来 江烈阳无语 哪有人这么教育小孩子的 这是在训狗 夜里 寻找翻来覆去睡不着 最后看着天花板发呆 他想起了以前 你还想像小时候那样教训我吗 我都多大了 有自己的安排咋就不行 我要回村里当老师 而自己的父亲直接骂道 我供你读书 让你上九八五 就是为了让你回村 当个小学老师的 一个大男人 能不能有点出息 想到这里 寻找只觉得头痛 于是烦躁地闭上眼睡觉 第二天一早 听着屋外的鸟叫声 寻找悠悠转醒 结果刚一睁开眼 就背上了江烈阳一张兴奋的脸 他被吓得一个机灵 你搁着干啥呢 江烈阳一脸高兴 我听到你闹钟响了 就过来 等你睡醒了 今天我们要去干大事 寻找有点猛 大事 江烈阳继续说道 带狗蛋去市里体验 真正的电子经济 这还不是大事吗 向阳还是不放心江烈阳 于是一早就来询问狗蛋爷爷 爷爷回答道 小寻和那个白晶晶的老师 带俺家狗蛋去市里了 向阳奇怪 去市里做什么 狗蛋爷爷也不知道 估计是给孩子借网瘾的地方 另一边 江烈阳已经带着狗蛋 来到了电竞俱乐部 工作人员将他们 带到了模拟比赛场地 狗蛋看得目瞪口呆 一切准备好后 江烈阳就和寻找 一起坐在了观众席上 工作人员还贴心地 送来两杯饮料 寻找以为是江烈阳点的 还怕他破费 而那个工作人员表示 这是俱乐部请的 随后 江烈阳小声询问道 都安排好了吧 只见那个工作人员 对他比了个OK的手势 寻找没有明白他们的意思 你们再说什么 话还没说完 就听台上发出声音 只见狗蛋 和另一个小孩的比赛开始了 狗蛋一开始 还信心满满 结果不出一会儿 就送了一些 江烈阳健壮 凑到寻找旁边说道 给你安排个小任务 你联系一下 浩龙的父母 让他们来一下 虽然不清楚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但还是 乖乖出去打电话 台上的狗蛋 心态已经逐渐崩了 越打越不服气 最后 他看着自己 0-9 0-12 1-20的战绩 如遭雷击 而那位选手 已经摘下了设备 还打 我看没必要继续了 狗蛋依旧不服 你等我练一年 回来一定打赢你 可那孩子却淡淡到 我等不了你 下个月 我就不在这儿了 狗蛋疑惑 为啥 谁知那孩子听后 暴怒出声 为啥 我成绩已经连续半年 是俱乐部少年组里 最差的了 不管我怎么努力 暑假一天练12个小时 作业和考核 也还是最差的 我被劝退了 狗蛋一脸不可置信 怎么可能 你那么厉害 不应该轻轻松松 打职业吗 那孩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边走边说 考上清华的概率 都比打职业 打出名堂的概率 多上千倍万倍 怎么可能轻松 我家里已经 给我花了五六万了 我还啥也不省 狗蛋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喃喃自语 咋可能 就在这时 耳边突然传来 自己妈妈的声音 他回头望去 发现自己妈妈 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 心里的委屈 逐渐显露出来 他哭着一把 突进妈妈的怀里 狗蛋妈妈 看着他的大鼻涕泡 忍不住笑出了声 见此情形 寻找这才知道 江烈阳为啥 让自己请家长来了 江烈阳骄傲道 小孩子受了委屈 当然要妈妈抱了 一切尽在掌握 等狗蛋平复好情绪 几人就打算离开了 工作人员一直等在外面 见人出来了 上前问道 还顺利吧 江烈阳回答道 没事的 那孩子技术确实不太好 你们选手已经让着他了 工作人员这才放心 那就好 老板说了 您是小鹿先生的朋友 就是他的朋友 让我们千万要好好配合您 一旁的寻找听后很欣慰 怪不得你一副 胸有成竹的架势 江烈阳骄傲的 扬了扬下巴 那时 我可不是绣花枕头 镜头一转 狗蛋妈妈跟两人说道 老师放心 这孩子答应我了 回去好好上学 明天我和他爸 就亲自带他回去报道 说完便回去继续忙了 江烈阳看着他们 一家幸福的场景 心里也开始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 寻找注意到 他的情绪有些低落 于是伸手拍了拍江烈阳的肩膀 走吧 两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江烈阳看着周围发出疑问 这里怎么一棵桂花树都没有 寻找回答道 我们这儿没有桂花树的 冬天零下二三十度 桂花树活不了 可江烈阳越想越觉得不对 他之前分明在寻找的衣服上 闻到了淡淡的桂花香 想到这里 他继续问道 你们这里没有桂花 那你为什么会喜欢桂花味 寻找疑惑 你咋知道 江烈阳回答道 因为你的衣服上都是 话还没说完就意识到了不对 他急忙闭嘴 可寻找却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 你们这里没有桂花 那为什么你喜欢桂花味 江烈阳不解地问道 寻找愣了一会儿 随即开口 读大学的时候 宿舍窗外有棵桂花树 当时戏以为常 没想到毕业后 竟然很怀念这个味道 要说异议吗 可能是想留住那段日子吧 江烈阳看着他的侧脸 微微出神 脑海里有一段模糊的记忆 渐渐浮现出来 他想起小时候 和一个哥哥一起看桂花树 那时他不解地问道 桂花有什么好看的呀 到处都是 而那位哥哥却笑着开口 可我家那里没有 回忆到这里就戛然而止 他疑惑地抓了抓头发 总感觉记忆里的那人无比熟悉 寻找见他突然发呆 疑惑地拍了拍江烈阳的肩 寻思啥呢 江烈阳回答道 就是忽然觉得 好像在哪里见过你似的 这个回答 让寻找有点惊讶 但还是故作平静地问道 哪里 可江烈阳怎么都想不起来 不知道 完全想不起来 寻找无语 我奶奶都不用这种话搭讪 江烈阳一听这话 顿时就不乐意了 谁要跟你搭讪啊 画面一转 寻找带着江烈阳 来到了一家名叫 无城味道的餐馆 江烈阳看着店面 很是兴奋 这家店是你特地找的吗 寻找一边往里走 一边回答道 我想着你离家这么久了 应该也想家了 就约了这家店 说完对江烈阳 伸出了手势一塌过来 江烈阳愣了几秒 随后下意识 牵住了面前的手 坐在包厢里 江烈阳看着菜单 小声对寻找说道 这家店不便宜 毕竟自己今时不同往日 都比脸还干净 见他这副小心翼翼的样子 寻找忍不住笑出了声 放心吃 哥哥请你 一听这话 江烈阳就放心了 两眼放光地 对着服务员报菜名 吃饭的时候 寻找说出了 自己心中的疑问 要是今天狗蛋 赢了那个选手 咋整 江烈阳边吃边回答 那就说明 那孩子有点天赋 让他在俱乐部里 训练一周就好了 那边的训练 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就连小鹿那个学习魔鬼 都吃不消 寻找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 小鹿是你朋友 江烈阳回答道 对啊 陆明和我初中 就认识了 高中还是同宿的上下铺 关系好得很 寻找抿了口茶 哦 那是哪位少爷喝多了 可怜巴巴地说自己没朋友 被他这么一说 江烈阳明紧了嘴 一些不好的回忆涌了上来 他连忙为自己开脱 不不不 这不一样 我们两家父母相熟 他爸妈又对他钱的去处管得很严 话还没说完就被寻找打断 原来是不想给他添麻烦 江烈阳否认 还有我自己的原因 小鹿一个人在国外年年拿奖学金 很少问家里要钱 相比之下 我太差劲了 注意到他情绪有些低落 寻找说道 你并不差劲 狗蛋的事 你办得很好啊 一听这话 江烈阳原本还丧气的脸 立刻扬起了笑容 你真觉得我做得好 寻找点了点头 江烈阳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其实我心里也没点 两人回到学校后 校长对着江烈阳 就是一顿夸 李浩龙的事你处理得很好 看来是个当老师的好苗子 那个书和教餐 你都领到了吧 寻找此时 恰巧路过校长办公室 听到里面的声音 下意识透过玻璃望去 只见江烈阳被校长夸得脸都红了 寻找隔着门 都能感受到他此刻心情很好 江烈阳问校长 那我什么时候开始上课 办公室里顿时想起校长爽朗的笑声 就连向阳都被他逗笑了 哪有一上来就教课的 你这一周啥也不用教 先学习 我们村小三年级才有英语课 上学期一直是向阳老师代课 你跟着他学习学习 他上课你就去听 课后看看他的教案和笔记 随后又吩咐向阳 你辛苦点 上点心负责代代江老师 向阳点头答应 好 我知道了 江烈阳原本还想跟向阳探讨些问题 结果上课零就响了 只见向阳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校长还在后面催促 预备灵响了 快跟着向老师去啊 听新三年级上课 江烈阳一听赶紧跟上 结果出了办公室 就不见向阳的身影 人呢 怎么也不等等我 江烈阳有点生气 那个向老师 怎么好像很讨厌我 我到底哪里惹到他了 就在这时 寻找出现在旁边 三年二班在二龙 走吧 我这节没课 陪你一起去听三年级英语 说着 搂住了他的肩膀就走 路过一间教室时 江烈阳好奇地往里看 结果引起了一位同学的注意 意识到有人在看自己 江烈阳立刻跑开 见那位好看的哥哥不见了 同学还有点疑惑 而江烈阳一想到自己上课时 要面对那么多双眼睛 心里突然就开始紧张起来 他赶紧跑上前拉住了寻找 寻找 我有点紧张 寻找回头疑惑地看着他 咋还紧张了 今天只是去听课的 江烈阳都快抖成筛子了 这毕竟是我人生中第一天上班 寻找听后 笑着摸了摸江烈阳的脑袋 行 那我不笑你 谁知江烈阳听后 反而更紧张了 就在这时 旁边突然窜出两名学生 听他们说 还想去河里捞鱼 然而 两人只顾着聊天 完全没有注意到前面的人 一不小心就撞了上去 只见向阳冷着脸问道 是谁说要下河玩 是谁说要下河玩 向阳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一旁的两人 也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 寻找迈步上前立声道 假期家访时 老师和你们怎么说的 俩学生被他的压迫感吓到 站得笔直回答他的问题 不能去河边 水库边玩 就在这时 旁边的向阳呼吸 开始变得急促起来 江烈阳敏锐地 察觉到了不对劲 以为他生病了 于是一脸担忧地询问道 你还好吗 谁知向阳并不领情 转头打开了教室门 我没事 江烈阳看着他的背影 绝了绝嘴 但也没说什么 寻找已经带着那两名学生落座 打零多长时间了还闹呢 我看这个假期 你们是都放羊了 说完转头发现 向阳的脸色不太好 于是出声询问 你行吗 要不这堂课我来 却被向阳拒绝了 他走上 讲台里了理资料 不用 我可以 江烈阳则站在旁边 偷偷看自己写的小抄 向阳已经开始上课 从这个学期开始 你们会有英语科目的学习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们的英语老师 在同学们好奇的目光中 江烈阳紧张地走上讲台 同学们好 我是 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个学生打断 我知道 江老师是救猪英雄 话音刚落 教室里的学生 纷纷纷向他投去崇拜的目光 惹得江烈阳 占红了脸 其实 也没那么厉害了 他努力压下心中的紧张 随后双手撑在讲台桌上说道 好了 大家安静一下 在课下我可以和你们当朋友 但是在课堂上 我对纪律也是有要求的 有救猪英雄的Buff在 同学们格外听他的话 一口同声道 知道了江老师 而一旁的向阳 看着他阳光开朗的样子 悄悄抿紧了唇 脑海中不由地想起了一个人 可面上却是一副痛苦的神色 下课灵一想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冲出了教室 江烈阳则回到了办公室 一位老师询问他 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 江烈阳如实回答 还行 就是那些孩子一看我 我就紧张 那位老师笑了笑 哎呀都这样 我刚工作那年 一上讲台 差点连自己叫什么都忘了 两人落完就进了办公室 江烈阳突然发现 自己的位置上莫名出现了一本书 旁边的老师注意到了 开口说道 那个是小向的 江老师 你换个位置 坐寻老师对面吧 江烈阳有点气恼 哪有不跟人说一声 就换座位的 他又问那位老师 向阳他人呢 老师回答道 下班了吧 江烈阳更生气了 寻找这家伙 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另一边 向阳送走了最后一名学生 正打算回去 却发现 寻找不知何时 出现在自己身后 你怎么 寻找 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 打断道 我和你一样 也放心不下他们 毕竟 我是他们年纪的责任老师 向阳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抱歉 我上午反应太过激了 寻找并没有要责怪他的意思 一边往前走一边对向阳说道 走吧 一起去看看他 镜头一转 江烈阳哼着歌开开心心 准备下班回家 路过一家花店时 发现了站在门口的寻找 一个有趣的念头从脑海里闪过 他敲咪咪走上前 准备吓寻找一跳 然而 乐作剧还没来得及实施 就发现寻找旁边还有一个人 他下意识躲进一旁的草丛里 默默观察 只见刚刚从花店里走出来的人 居然是看不惯自己的向阳 而且他手上 还捧着一束娇艳欲滴的玫瑰花 江烈阳大吃一惊 脑子里浮现出许多词汇 玫瑰花 孤男寡男秘密优惠 办公室恋情 突然 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怪不得 一下班 两个人就都不见了 他们两个 江烈阳不知道 自己是好奇还是担心 悄咪咪的跟在了两人后面 中途差点被寻找发现 吓得他 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又不是故意偷窥 我躲什么呀 就在他犹豫要不要继续跟踪的时候 脑海中出现了两个小人 其中一个趴在自己耳边说道 你真的不好奇 那个奇葩和向阳去哪里 做什么 另一个小人 则持相反意见 江烈阳你在干什么 跟踪狂吗 太猥琐了吧 最后被吵得不耐烦 江烈阳打飞了两个小人 冷哼道 他去哪里关我什么事 镜头一转 向阳捧着玫瑰花和寻找 一同来到了河边 身后的寻找 突然蹲下身 江烟插进土里 向阳问道 你在干嘛 寻找边插边回 祭拜 向阳再次询问 谁 寻找淡淡道 骆帆兴 听到这个名字 向阳的心脏抽痛了一下 骆帆兴 他没死 寻找起身看着他 那你为什么会来这里 向阳低下了头 至少在我心里 他没死 寻找想让他清醒一点 他已经走了一年了 向阳听后 颤抖着唇说道 我知道 寻找不管他做何反应 继续开口 阴雨老师的位置 不可能永远留给一个死了的人 这次 向阳捧着玫瑰花的手 也开始颤抖起来 我知道 寻找像是没看到一样 继续说 这学期心理评估 要是还不过 你还能留在他曾经在的学校里当老师吗 回答他的 依旧是那三个字 我 知道 一年前 原本在办公室 贝克的向阳 听别人说 自己搬的两个孩子溺水了 骆老师 已经下去救人了 他急急忙忙跑到河边 搂着那两个孩子 焦急询问 没事吧 听到孩子们说自己没事 他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没事就好 骆老师呢 这小子还算顶用 然而 话还没说完 就注意到了旁边的果实布 他跌跌撞撞地扑了上去 嘴里不断呢喃 不 不可能 像是为了证明什么 他一把 扯开了盖在骆凡星身上的布 看着那人毫无生气的模样 向阳不顾形象地嘶吼着 骆凡星 你给我起来 别装了 然而回应他的 只有永无止境的沉默 他抱着骆凡星的尸体 哭了好久 直到有人拿着担架过来 他都不愿意相信事实 他不断拉扯着 躺在担架上一动不动的人 身边不停传来劝慰的声音 骆老师已经走了 认清现实吧 回忆到这里戛然而止 寻找拿出打火机 大家都在等你走出来 向阳 别再折磨自己了 这时 一阵微风吹过 向阳看向远处 脸上挂着两行青泪 我走不出来 也 不想走出来 寻找点燃了插在地上的烟 总会有人代替骆老师 成为新的英语老师 你对江老师有敌意 别不承认 我也知道 你不是针对他 但这对江老师不公平 他也不会想看到你现在这样 话刚说完 就见向阳朝自己伸出了手 给我一支 然而 就在他想点燃的时候 一阵风将打火机的火苗吹灭了 之后 无论他怎么按 打火机再也打不出火来 寻找不以为意 我说啥来着 他不想看到你这样 向阳最后淡淡骂了一句 混蛋 另一边 江烈阳站在门口眼瞧着太阳即将落山 可寻找还没回来 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自我安慰 不回来算了 我一个人在家 还清闲自在 就在这时门口传来吱压一声 他赶忙坐起身 你怎么猜 只见小家宝从门口探出脑袋 他跟江烈阳打了声招呼后 便跑到客厅的柜子里翻找着什么 不出一会儿就翻出来一个存钱罐 江烈阳问道 这是什么 宝藏 小家宝解释道 学校明天要交学杂费了 我得把存钱罐拿出来 卖山货的钱都存在这里呢 江烈阳在这时出声 那个 小家宝一听 立刻警惕地看着他 干啥 江烈阳凑到小家宝面前小声道 那个 你知不知道你小早哥 有没有 在和谁交往 家宝小小的脑瓜 大大的疑惑 交往 江烈阳绞尽脑汁 用小朋友能理解的话来表达 最后对着小家宝激励呱啦 说了一大堆 正当他讲得起劲时 寻找推开院门走了进来 背后八卦遇到正主的江烈阳 立刻尴尬地闭了嘴 思来想去 还是打算捏手捏脚地回房间 寻找问小家宝 他咋走了 小家宝一听这话 立马就想到 刚刚江烈阳跟自己说的 不太能听懂的话 他咋走了 等于关心 于是真诚发问 小早哥 你再和小摩先哥哥交往吧 这句话 犹如一道惊雷劈在了江烈阳身上 而寻找听后 只是微微皱眉 谁说的 小家宝毫不犹豫地指向 准备逃跑的江烈阳 摩先哥哥说的 寻找闻言 上前拎起了江烈阳命运的后搏梗 随后凑到对方耳边 用一道探究的声音说道 你说的 你说我们在交往 江烈阳被他的气势 吓到连连后退 误会误会 小孩子肯定是看了什么电视剧乱讲的 寻找挑了挑眉 显然不信 是这么回事吗 为了证明自己 江烈阳连忙说道 不然呢 我有必要往自己身上扣使盆子吗 寻找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使盆子 似乎是情绪有点大 不小心扯到了伤口 寻找疼得撕了一声 江烈阳见状 赶紧上前询问 扯到伤口了吧 你这两天按时上药了吗 千万别是感染了 话刚说完就被寻找一把抓住了手腕 只听他气急败坏道 屎盆子 我是屎盆子 江烈阳刚刚完全是无意识说出来的 听他这么说 才意识到了不对 不 不是 寻找不想听他狡辩 你还有没有良心 江烈阳连忙挽回 不要怪我 我也是有道德底线的 我回去备课了 说完就溜回了房间 一旁的小家宝听不太懂 哥哥你们说啥呢 我咋没听懂 寻找不想交坏小朋友 没啥 开学要交的钱 存钱惯里够吗 小家宝笑着回道 够的 我攒了一年呢 有206块钱 另一边 江烈阳回到房间自我反省 一时着急救 我都说了些什么啊 坐在床上开始备课 江烈阳脑子里 一直浮现出寻找和向阳的背影 两个小人再次出现 你也太草率了 万一他们两个 不是那样的关系呢 另一个小人反对道 不是那种关系向阳 为什么看我们不顺应 普通同事之间会买玫瑰花吗 眼看着他们还想继续争辩 江烈阳赶紧摇了摇脑袋 他们什么关系 又关我什么事 我先避嫌 总没错吧 就算是真的 之后找个机会 和向老师好好聊聊 总该可以了吧 整理好思绪后 他再次看向教材 这才发现自己把新教材给糟蹋了 二天一早 江烈阳为了避嫌 早早就起床独自出门了 才刚坐下 就听办公室的其他老师喊道 哎呀 大盖来了 回头一看 果然是寻早来了 后面还有一个向阳 江烈阳赶紧回头看教材 两人一起上班 看来是实锤没错了 那之前果然是因为我 江烈阳正想得认真 寻早走过来 将一袋包子 放在他面前问道 怎么不等我一起上班 自己一个人先跑了 江烈阳小声说道 我 我想认真备课 寻早拿出豆浆插上吸管 放在他面前问道 从昨晚开始你就奇奇怪怪的 到底咋了 江烈阳心里抓狂 难道要明说撞到你俩的事情才行吗 思来想去 还是打算实话实说 有件事 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话音刚落 自己的肚子 抢先一步叫出了声 寻早一把将包子塞他嘴里 不知道该不该讲 就先吃早饭 反正肚子比嘴积极 因为嘴里塞了包子 讲不了话 江烈阳快速嚼了嚼 无乱吞下 随后站起身喊道 我要讲 我没有说别人坏话的意思 只是向老师对我有些敌意 你应该知道原因吧 寻早一愣 难道有人告诉他 洛凡兴是上一个英语老师的事吗 他又想到 昨天自己跟向阳说的话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没准其他老师会看出来 你对洛老师的感情不一样 向阳明白他的意思 我知道 繁星家里不能接受 所以我不会给他添麻烦 以前不会 以后更不会 早哥你会为我继续保密吧 想到这里 寻早只能对江烈阳说一声抱歉 就在这时 校长来找寻早 小早 家宝咋没来学校 他跟你请假了吗 寻早回到 没有啊 昨晚还拿了钱说 要交校服钱的 越想越觉得不对 江烈阳立马冲出来 表示要去家宝家看看 寻早服了服眼镜 你知道家宝家在哪吗 这句话就像是一盆冷水 将江烈阳的热情浇灭了 寻早拉着他的手说道 我和你一起去 江烈阳现在不想和寻早走太近 于是指着向阳喊道 我要和向老师一起去 谁知向阳直接拒绝 我不去 让寻早带你去吧 江烈阳顿时觉得恼火 本来想借这个机会和向老师好好聊聊 缓和一下关系了 结果误会好像更大了 寻早有点不耐烦 拉着他的手就往外走 别磨叽了 快走吧 江烈阳无可奈何 寻早你小子 可让我少操点心吧 江烈阳实在拗不过他 只能跟着寻早来到了家宝家 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酒味 江烈阳看着房间里东倒西歪的酒瓶 以及放在桌上已经搜掉的饭菜 他实在无法想象 家宝他居然生活在这里 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 躲在角落的小家宝 只见他抱着被摔碎的存钱罐哭道 哥哥 爸爸把我的钱拿走了 交不上钱 学校是不是就不要我了 江烈阳和寻早急忙上前查看 家宝有没有受伤 学校咋会不要你 钱的事你别担心 哥哥给你先交上 好不好 可小家宝却看着手中的存钱罐 喃喃自语 我踩了一下天的山货 我想用自己的钱 寻早明白了他的意思 你是想要回自己的钱 小家宝文言轻轻点了点头 江烈阳越想越觉得气愤 家宝 你安心去上学 等放学哥哥帮你把钱要回来 小家宝听后 拉起了江烈阳的衣角 不可置信地问道 真的可以吗 见他这可怜的模样 又联想到家宝居住的环境 江烈阳毫不犹豫道 哥哥答应你 最后 小家宝被两人带回了学校 在校门口时寻早问道 富贵叔他说没说去哪了 可惜的是家宝也不知道 扫地的大爷见小家宝来了 忍不住调侃 家宝来上学了 早上我哥仓买 看着你爸买了不少老酒 我估摸着他 肯定找着活干了 干点活行啊 成天喝酒不成酒蒙子了吗 都白瞎他拿木匠手艺了 将家宝送进教室后 寻早给家宝的爸爸 拨了通电话 然而想了好久都没人接听 直到最后被自动挂断 转眼间就来到了傍晚 家宝爸在山里喝酒后睡着了 浑然没有意识到 有个黑影正虎视眈眈的盯着他 画面一转 家宝急匆匆地跑到了办公室 他扶着门框 气喘吁吁地说道 我爸爸找不到了 他还没回家 校长戏以为常 肯定又是在哪醉倒了吧 都不是一次两次了 现在晚上这么冷 再不找怕是要冻坏了 情急之下 众人只能去查看监控 终于在一处山里 找到了家宝爸的踪迹 家宝一看 立刻起身想去找爸爸 却被寻找拉住了衣领子 小孩在这等着 我去 校长不放心他一个人 于是说道 天要黑了 跟小江一起去吧 你俩大小伙子体力好 能相互照应 随后又拿了件 后世的军大衣 拿上这个山里了 不知道走了多久 天已经完全黑了 江烈阳跟在寻找后面 气喘吁吁 寻找朝他伸出了手 抓着我 江烈阳摇头拒绝 不用带我 我还能爬得动 谁知寻找直接拉起了他的手 别和我走散 山里容易迷路 就在这时 江烈阳眼间的发现 不远处有个人 两人走近后发现了不对 江烈阳下意识想喊出声 却被寻找眼 几手快地捂住了嘴巴 他警惕地看着前方 对江烈阳说了声别喊 只见两人前面 有个类似野兽的黑影 此时正在绣着 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家宝吧 寻找从兜里摸出手电筒 往前面一照 发现黑影 只是一只呆头呆脑的袍子 他这才放下心来 哦 走吧 是袍子 江烈阳没见过这种动物 这个东西不用怕吗 寻找解释道 袍子没事 而且看起来 这只是今年刚生下的 果然 两人一袍对视了一眼 那袍子转头就跑 怪不得不用怕 咋还跑得一瘸一拐的 两人这才上前查看家宝吧 他似乎还没清醒 小早啊 你咋来我家了呢 寻找已经习惯了 说你看看 这是你家吗 家宝吧这才清醒一点 山 小早这谁啊 你对象 江烈阳立刻反驳 我才不是他对象 我是学校的江老师 寻找看着地上的酒瓶问道 这些是用家宝的钱买的吗 家宝吧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什么他的钱 他哪来的钱 不都是我的钱 江烈阳实在忍无可忍 这是家宝起早贪黑 卖商货攒的 是要交给学校的钱 家宝吧挠了挠头 别胡我 啥钱 咱家宝又不念学前班 寻找出声提醒 家宝 今年已经上小学了 家宝吧一愣 小学 不是明年吗 几人也不再废话 寻找扶着 他往山下走 孩子上学 你个当爹的都不知道 你到底关心过那孩子没有 话音刚落 就听见不远处传来小家宝的声音 爸 只见小家宝正在前方朝自己挥手 寻找继续说道 富贵叔 你的木工火以前可是十里八寸最好的 为了家宝 把酒借了吧 回到家后 江烈阳忍不住说道 要是知道那个酒鬼爹把钱都花光了 家宝得多失望啊 寻找从抽屉里翻出了一些零钱 虽然这些零钱面不一定都对得上 但明天就和家宝说是交了钱剩下的吧 别让他白期待一场 就在这时 江烈阳注意到了放在抽屉里的俄罗斯套娃 他拿起来看了看 随后说道 你这是在哪里买的 我小时候有个一样的 真的一模一样 好